各位同学,我是黄杰圈 欢迎来到资讯科技产业专设计这门课程 这门课程在过去我们开设于成功大学资讯工程所 今年我们又继续开这门课 关于这门课很多人就会有一系列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这门课会不会很辛苦 因为其实评价很多元 我不能说很两极,不是说评价很多元 其实说真的,我通常不太当学生 但是因为有些状况我会需要当学生 然后要求也是一样 其实取决于说你想要成长多少 如果你愿意有大部分成长,那当然就比较辛苦 那否则反之就再说 所以重点就是说你愿意投入多少 那我就配合你 然后接着又有同学会问说 我如果程度不好,会不会被当掉 注意到这门课很特别的地方是 50%的分数是来自制评 就是你可以自己打分数 对,不要怀疑 这门课很酷,可以自己打分数 然后对我来说学到的东西 就是各位学到的东西其实是更重要的 关于分数呢,可以谈 我跟很多老师不太一样的地方在说 其实我没有在意什么评鉴这东西 然后说真的,如果你真的有非常强烈的有 一定要拿很高的分数 好,那我可以让你做调整 我不会直接给你分数 但是我可以给你很多练习 让你给你很多调整分数的空间 好,然后再来是说呢 如果你不会写程式的话 可不可以选求这门课 只要有学生说要加签 我一律说可以 但是呢,请你要了解到这门课还是需要写程式的 如果你真的不会写程式 但是还是很想上这门课的话呢 请你跟我一对一讨论 所以请你 就是我们这门课一定要写程式 但是呢 有建于说有些人是站在了解产业 所以你可能没办法立刻写程式 没关系,那你可以在中间一边学这门课 一边学习程式 好,那这门课就是要刷力扣 然后呢,甚至我们等一下就来模拟面试 好,让各位看看那个面试的时候大概长什么样 好,然后这是我的课的特色啦 就是有时候我会骂人 通常我不会在课堂直接骂 就是我会跟你约时间一对一骂 所以是课后一对一 然后再骂你 那当然这个骂不骂呢 其实是我不会说什么态度啦 或是之类的 一样还是你的期待 然后就是说如果你对自己有期待的话 我就会给你多一点要求 那有时候呢 比较激烈一点就像骂人 但注意到呢 这个骂人 其实我不是 我绝对不会说我没有恶意的 就是你的当下很生气的时候 还是会骂下去啦 但是呢 这件事最主要的事情 是让你了解产业生态 所以换个角度想呢 你在大学时候遇到我 其实不是坏事 你知道吗 就是你可以了解以后这个主管的各式各样生态会长怎么样 而且呢 我可以一人分事多角 我可以演那种烂好人的主管 我也可以演练那种嘴巴很贱 但是心态很好的那种主管 那我也可以讲那种 会很多心机的 就是好 anyway就是说 我想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各位了解 产业是怎么一回事 那请你各位同学不要把说什么 什么产学落差 常常放在嘴巴上 产学没有真正的落差 对吧 你想想看 就是 我们的学校跟产业 根本就没有很远啊 就是即便是在台南 那台南距离南科 台南城堡大学距离南科多远 其实还好搭火车 花点时间就坐得到 它不是很远 所以我觉得最大的距离是心态 如果你心里觉得产学就有落差 那你永远就会觉得落差 反过来说呢 你当然可以一边读书 一边工作 一边工作 一边读书 我们之后可以举好几个例子 有很多同学对自己有期许的 所以他一开始可能去一个 不是特别理想的工作 最大那个公司可能还行 但是他的目标 比方说他目标可能是去Google 那可是呢 问题来 这样的同学可能一开始要去Google很难 那没关系 就骑于找马 然后注意到我的用词 骑于找马 我不觉得这件事有错 因为那是个选择嘛 就是你想 对他目前的公司也不是坏事啊 如果说每个人都是高手的话 说真的公司付得起那个钱嘛 其实未必 而且高手也不见得愿意做 现在这种工作 那反过来说呢 这个人呢 他很可能就在这家公司待三年 他最知道就是 就是 养金蓄略 然后就 思考自己要做什么事 好 那当然就是中间会动的准备 那过程中呢 他可以拿比较低的薪水 然后做可能相对没有那么有趣的事情 那没关系 反正公司指派的事 还是有依据时间完成 而且他可以课后 来进修 那如果你对我的课程有概念的话呢 就是你可以网上搜寻我的名字 然后你可以找到一系列课程 那我绝大多数的材料都是可以自由免费的下载 甚至你还可以跟我花时间 跟我约时间一对一讨论 那如果说你发现我回讯取回的比较慢怎么办呢 你就多发几次讯息 好 那我是谁呢 就是 我觉得这个项面 然后呢 就是有很多同学呢 会在PTT呢 讨论老师的方方面面 各式各样的生态 那我也欢迎你 但是我想要提醒你 玩BBS我不会输给你啊 玩BBS我已经玩了二十几年了 而且呢 就是 你们看到 就是 我不只会玩BBS 我不是潜水 我还有发文啊 还有爆爆爆爆爆 就是 我也不知道 反正就是 发街废文都会有人看 然后呢 所以注意到就是说 如果你真的想要在网上 发表关于我的东西呢 欢迎你 我不会 用什么脑波去 去钳制你 我没有那个唐峰那么厉害 但是呢 我会看 而且呢 我的乐趣就是 看 然后呢 我也会 注意到 你从哪里发 发讯息 那我也可以知道说 你大概是哪边的学生 然后呢 如果需要关照的话 我会特别来关照 那你说PTT以外 那D卡怎么办 我D卡我也看 那说D卡以外呢 那其他社交网络 你会不会看 我看 我就是个阿宅 可以吗 好 那我过去呢 就是 如果你在网上找 搜索我的名字呢 可以看到一些 我过去在手机行业的投入 那这几年呢 我也在一些精密机械 跟控制系统 那所以呢 简单说呢 不只是手机本身 不然说手机的那个机具 就制造那些像模具啦 那还有一些控制系统 我不能跟你讲很具体 但是就是天上飞的啦 还有地上爬的 这些相关的 好 然后接着我们来讲 就是说呢 这门课 复习这门课叫什么 资讯科技产业 就是后面四个字 你不用管它 就是资讯科技产业 为什么想要特别开这门课 这门课呢 那说真的 我那时候也是构思很久 一直在思考 我们大学应该给各位带来什么 那可能你知道就是 我大学其实没有念完 我在2002年的时候休学 然后过了整整十年 回到成功大学讲课 然后呢 有一本书呢 那是小野跟他的这个女儿一起写的这个书 然后那小野妇女呢 他们写这本书 那书名叫做爸爸我要休学 今天这本书 光是看书名我就很有很有共鸣 毕竟我是中错生 然后呢里面有 书里面有一段话呢 我觉得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他里面讲 真正的教育 是给学生有足够的支撑力量 足够的表现机会 足够的信心和欢乐 我想 你是学文学 你学法律 学政治 学工程 学理论 其实都好 但是呢 我们的教育能不能给你的这个支撑力量 你不会问说 我为什么要学物理 我为什么要学资料结构 我为什么要学作为系统 我希望你不用问这个问题 因为你不管学什么 最后段也可以表现机会 你学 就算你学甲骨文 你也是可以干嘛 你也是可以 比方说你可以写书 那你甚至可以开一个YouTube频道 专门来做什么 做甲骨文的 那你知道很多 很多人对这方面是很有乐趣的 然后呢 最重要的是说呢 教育 要让你知道说 这件事是做得了 而不是说 我们只是提起你到下一个阶段 比方说你读大学的时候 你也不知道大学要干嘛 你就读研究所 那读研究所的时候 你不知道干嘛 你就读博士班 那读博士班 哦糟糕 我没有书可以读了 然后呢 就只好摸着鼻子去 去找工作 那这样的绝对不是一个信心跟欢乐 那我希望呢 这门课呢 注意啊 我们这门课不会给你信心跟欢乐 但是呢 我们会给你足够的表现机会 我们会让你知道 产业哪里需要各位 很多人都觉得说 我一定要是一个大神 才能够去Google 但说真的 Google也好 Facebook也好 他有很多工作职缺 其实不需要什么大神 注意到这不是什么安慰人的话 我们想一件事 Facebook 你知道Facebook不是可以检举 对检举 你们有听错检举 检举什么 那些色情暴力 对不对 什么一些什么宗教原因的 好 那你们想过一件事 你在Facebook按下检举的时候 那个 那个检举内容要不要有人去看 其实要有人去看 然后呢 所以你要注意到 这个东西呢 其实说真的也不是老美在看 因为 你的嘛 看那个东西呢 其实对心理会伤害 但是呢 这件事有趣哦 这件事会转给哪里做 会转给菲律宾 还有会是一些国家在做 他们的工作很简单 不是很简单 他们的工作很 目标很 很集中 就是有人有申诉 这个有色情暴力 什么的 他就人了 他就看 去判断 人去判断 他们这个东西色情暴力 然后签名 所以注意到 他们也是Facebook的人 甚至Google应该有类似的职缺 那你说这就是特例 对 但是我在跟你讲什么 就是如果你目标是去Google 说真的你不需要 永远往大神那条路去想 你终究可以变强的 但是说真的你现在需要什么 需要表现机会 其实我这么困难 其实告诉你 是什么呢 就是你有什么方式可以切入 然后我过去在一些公司担任技术顾问 那注意到 我顾问其实不是只是回答问题 我其实有写程式 就是你可能对那顾问的认知 就是耍耍嘴鼻子 我也是偶尔会要耍耍嘴鼻子 但是我写程式还是比较多的 那我的兴趣就是电脑软件设计跟实作 然后其实我刚开始 就是2012年刚开始 回去成功大学的时候 我也真的不知道怎么教书 那我就带着同学 我们就一起熬夜吧 你们看到小房间就把同学关起来 然后外面都黑黑的 我们就从下午关到晚上 然后有时候有些同学 就跟我一起看到日出 竟然不错 在台南看日出还蛮浪漫的 因为台南白天很热 但是深夜跟清晨很凉快 尤其清晨非常凉快 有时候还要戴外套 然后我们在做什么事 就是一直在写程式 我觉得我跟其他老师不同的地方就在说 这件事我能做 而且我也很愿意做 我愿意跟大家一起做 一起在 一起投入 软硬体的开发 但是问题来 我后来发现说 光做这件事是不够的 为什么不够 因为我们还是要让学生有一个舞台 如果我们的学生能够在学生阶段 就可以设计一整只手机 你要知道设计整只手机不是说什么刷机 就是把里面的软体换掉 不是 我们真正以前就做过什么事 就真的拿电路板 你在画面中看到一些电路板 就是画面中像这个区域 就是有些 像这个比较不云线 就是说这个是真的 我们在电路板 设计电路 然后在写里面的程式 然后想办法通过里面的RF的模组 然后能够上网 那你看到 如果你在学生阶段 就可以做那种高度的软硬体整合的开发 结果你最后是到某些公司去顾计台 这也不是坏事的 人各有志 但是呢 如果你抱持着遗憾 那我想我这样的教育就不对 所以我一开始是带着学生一起开发软硬体 后来发现什么事 我们要帮学生找到出路 唯有学生过得好 说真的我们的高等教育 才会因为这件事提升 然后呢 这边也跟大家分享一个经验 就是其实我刚开始来成功大学的时候 其实第二周我就想要退课 什么学生叫退学嘛 那我叫退课 就是因为我第一周就出作业 然后第一周就考试 然后发现大部分同学都考得烂 然后呢 作业没有一个同学教出来 班上有三十几个同学 没有一个同学教作业 让我很挫折 但是呢 有一个学生让我是非常感动的 这是我们本校的这个张博成同学 他现在在念博士班 他的障碍很多 他的 他是全忙 然后听力也有障碍 所以我跟他讲话呢 必须要靠到他旁边 然后呢 但是 他就没有放弃自己 而且他跟我讲一件事 他说只有盲人才知道 盲人需要开发什么样的软体 所以他坚持一定要自己写程式 你不要怀疑右边在做什么事 他就在写程式 而且他在哪里写程式 他就在Linus上面写程式 对你有没有听错 他在Linus上做的程式有很多种 比方说中文输入法 对 中文输入法 星库英总书法 除了这以外的话 像点字乐谱 然后呢 你会好奇 你不是说听力障碍 对 他听力有障碍 所以那个乐谱是用背的 然后他就是 就平的感觉 靠一些震动 然后去了解 然后去做这个 然后他现在做研究 是密码学的 总之呢 我好几次 想离开学校 都是看着张博成同学 远远的看着他 想说他这么艰难 也没放弃 所以我就坚持下去 好 那坚持下来之后呢 我就认知想 纳税了 为什么要把辛苦钱交给大学 不就是因为对年轻人有期许 对不对 要栽培他们 让他们有能力 有勇气去面对产业 跟大环境的变革 所以我在上课呢 我讲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呢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教你知识 我花了很多时间呢 去补习班听课 应该现在已经被拒绝往来户了 但是我之前刚开始教书的时候 我花很多时间去补习班听课 去看看所谓的名师是怎么一回事 那这名师呢 我为什么会被列为拒绝往来户 因为我有时候听那些所谓的名师 开课我就很生气 就是他教我解题 但是观念根本就是 我不是说他错了 他拒绝教我观念 教我解题 然后看到 然后中间会穿插一些笑话 但是他就 他就跟我说 哦 这种东西有四种提醒 然后我就生气啊 我说这个 这个泰克展盔士 我说这个 这个 维分方程 等等等等 这个观念 那 通常的班 班导师就把我怎样 把我请出去 后来发现 靠这个人是大学教授 来乱了 就把我赶走了 所以从此之后 我就没办法去补习班试听了 那但是呢 说真的 我一直在思考这件事 就是说呢 真的我也不知道 怎么教各位知识 因为很多同学都追求的东西 是很有效率的学习 什么叫做很有效率的学习 就是说 很多同学都会说 哎呦 我学定的时间 要花好长时间 我要学这个 橙设计 要花好长的时间 那有办法 三个月 两个月 甚至两周就可以学会 但是说真的 我没有资格告诉你 我从国小 三年已经开始写诚识 写到现在 我勉强会多写一点诚识 注意到 这不是谦虚的话 因为这个世界有那么多诚识 我能够写就只有这么一点点 这不是谦虚 注意到 我完全没有要谦虚的意思 因为 你看 这个世界诚识那么多 但是我只会写其中一种 那是不是 是不是只能说 自己会写一点点诚识 对 这是实话 那你想 如果说你要把这个 从十岁写到四十岁 才会写一点点诚识 然后把它浓缩成 变成几年 几个月 到几周会写诚识 然后你所谓这个东西叫效率 对不起 我没有资格教你 但是呢 我有资格教你的地方是什么 就是Guds 我们在课堂上会跟大家讲一些事情 就是怎么面对困难 面对学历的困难 面对什么呢 整个时程 就是你知道很多东西呢 它的那个难度非常高 就是要很短时间内解决问题 那其实说真的 有些东西呢 是有机会克服的 有些东西呢 看起来没有很难克服 但是你一旦跨过去呢 可以带来给你很大的一个视野 那你或许好奇说 这个我过去在这些公司当顾问 是怎么一回事 那这里面的公司呢 有一家公司很有意思 就是那家公司呢 蛮有名的 就是上面里面写的 这边写的单位都很有名 然后呢 他就是 有一次呢 就是 我的客户的客户 是里面的公司的 这边里面的公司的其中一个 那我客户的客户呢 就是 遇到一个很严重问题 就是出货 就是你知道硬体来讲话呢 出货如果遇到问题 这是很大的问题 因为硬体在制造的时候 已经跟银行抵押了 跟银行借款 就是 所以就去都需要融资 那不管你最后利润是多少 那你需要什么呢 你需要跟银行融资 你能够背料 然后呢 还有库存压力 然后最后才卖 所以你要知道 市面上 比方说卖一支手机 卖一支 卖这一档手机 假设这一档的手机呢 它是销售是2000万支 并不是说呢 接到订单的时候 才开始制造那2000万支 其实不是 而是说 在销售之前 就要制造那点 更多支 就是说 在市面上卖2000万支 有可能要制造4000万支 为什么 因为有可能会更换 或者说因为 贴牌或其他需求 总之你要生产很多 所以想就是说 这个客户的客户 遇到这个生产上问题 那为什么问题呢 就是有一个软铁的瑕疵 那导致呢 它有很严重的退货率 那你要知道 如果没办法准时出货 因为这个软铁瑕疵 没办法准时出货 会造成问题 这个损失非常惊人 所以呢 我的客户的客户 就是画面中 里面某一家公司 然后跟我的客户求偿 那求偿金额很高 我不能跟你讲确切数字 总之呢 它台币好几亿 台币好几亿 然后 所以我客户就跟我讲说 对不起 我的客户 没办法付钱给我 就是我做个专案 可能台币就是几百万吧 那我客户说 对不起 我们被某某公司要求赔偿 然后呢 那我也无奈啊 对不对 就是 所以我就说 那这样好了 我去帮你解决问题 就是 你不是因为 被客户 感受到严重压力 对不对 那时候我去 我免费帮你解决问题 好 那最后呢 我帮你解决问题的时候呢 那 最后 这之后上课来跟大家讲 就是总之 我好不容易解决问题之后呢 然后我就说 我只要拿 我只要拿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打官司的费用的那个 千分之二就好 然后他们就算一下 哇靠 千分之二 你知道那个意思吗 那个 好几亿 乘以千分之二 他们就有命有难受 你知道吗 就是 好像 还是太多了 所以怎么办呢 他就找来找去说 啊这样啊 他说 哎这样 我们聘你当顾问 这个钱呢 会分几次给你 你什么事都不用做 你只要答应我们呢 就是 这个不做 那个不要做 那我们公司就会付钱给你 那我一开始就觉得 他们鬼扯淡 然后后来就是 发现有一天呢 那个背包 背包里面呢 就塞一点 塞一点支票之类的东西 好 就是说你想 就是像我这种 要学历没学历 要经历没经历的人 怎么可能去这种上市公司 这种跨国公司当顾问 就很简单嘛 因为他们遇到 付不出钱的问题嘛 对不对 因为 因为我虽然说 虽然说不要钱 但是 就是 其实行规是要给的 对不对 而且 而且万一我把那个 这种商业资讯 揭露出去 对不对 那个不是 更严重退货 所以那个 他们肯定要付钱 给我封口的 你懂 所以其实说真的 我们在资讯产业 做的事情呢 其实 我讲最重要的就是 Guts 就是 有能力 用勇气 面对资讯科技的挑战 好 那么这门课呢 目标很简单 标有就一个 你我值得过更好的生活 然后呢 我想 什么叫更好的生活 其实说真的 很多人 包含我在内 其实 我没有真的想过 什么叫生活 我不知道你怎么想 至少我没有想过 以我来讲的话呢 就是 我在高中的时候 我那时候我姑姑因为癌症过世 然后我就 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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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姑姑对很好 所以我就 决定说 看到姑姑 因为姑姑走得很快 姑姑 从那个 急性白血病发现到离开人世 其实不到三个月 而且她走的时候呢 是那种 就是全身都黑 然后那时候呢 我就下令全新说 我要读医学系 就是 这种癌症 这种恶性肿瘤太可怕了 恶性肿瘤从 从很早以前就是台湾 致死率第一大的 第一名的这个疾病 所以我就决定说 我要读医科 然后 后来遇到一个事实 就是 不问你也知道 你大概猜得出来 后来就是什么呢 我考得上医学系 但是我没有 我没有 我没有胆子去念 所以我那时候呢 想说我为什么没有胆子去念 我就一直在想 甚至我还 我跟我妈妈讲 那我妈妈做 就我跟妈妈讲说 我因为怕血 怕血不敢去读医学系 然后呢 我升高山那个暑假 我妈妈就拿那个鱼 给我那个剁 就剁那个鱼 然后她说血多看了就不会怕 然后 我更怕 我连女孩子的那个生理期的那个用品 我都会看到 我都会怕 但是后来呢 我就想说 如果我考上更好的学校 就是如果可以让我考上什么 陈拉医科啦 阳明医科啦 或是更好的医学系的话呢 我可能就会读了 所以我后来就一直急急赢在这种分数上 但是呢 我在高山的时候呢 就很挣扎 因为说真的 我就真的不想读 但是呢 你看这种 其实说真的 我的姑姑有要求说 我一定要读医学系 其实也没有 那我只是想要对这个世界做一些事 至少对我的姑姑做一些事 所以我后来做的事情很简单 就是 我的确 考上医学系的分数 但是我就没有选医学系 我当年承诺我姑姑做的事 我做到了 就是我要 分数要上医学系 但是这次我后来就 选一个 资讯工程系 但注意到 资讯工程系也不是我 心目中的第一志愿 第一志愿是医学系嘛 然后呢 资讯工程系大概就是后面几名 就是反正我那时候还是比较 比较 比较 比较势力啦 那时候 那时候我想说我写程式 如果去上资讯工程系的课 可能没有对我的专业没有太大的帮助 所以反正我那时候想要做是像那种 像那种画工 因为我那时候又说 我认为了就是画工啊这种 应该可以搞得满多钱啊 或是药学 就是反正就是我那时候写资议的时候 其实也真的不知道干嘛 所以反正是高三那一 高三的那一项 真的对我来讲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就是说 我算分数好像很多可以选 就是全台湾有很多科系 包含说第三类组的科系 我也有很多可以选 但是说呢我真的搞了 后来我真的不知道自己选什么 所以我后来怎么做呢 我就先挑一个成大 成大有个好处嘛就是 就是 就是 成大故事之后再跟大家讲 就是我那时候考成大的时候 少考一科 对我考物理的时候 考到一半睡着 就没想到成大也录取我了 搞屁啊 而且还不是最后一名 就是少考一科物理 结果呢 还第四名录取 成大什么都好玩 所以那时候读成大的时候 只是想要找一个环境 来重考 因为其实说到我也搞不清楚 我到底要念什么 就是 因为以前程序比较差 那有的同学有考上医学系 让我觉得很不甘心 但是我又念不下去 好 那总之呢 后来呢我就开始来想什么的事情 就是 开始 呃 后面故事就是 我离开学校 那离开学校呢 在 在军里呢 我才开始思考我的人生 开始想 什么是我的生活 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 开始 开始规划 就是 我还是很多事可以想做 其实写城市也不是我最想 当时最想做的事 我还是想过要去 比方说指挥那个 就是那个你知道 航管 就是像我在军中的时候 其实那个 那些飞机啊 那些航班的引导那些 那航班 那个叫 Approach之类的 我对那个很有兴趣 好 那后来 决定呢 还是来写城市 那到写城市的时候呢 才发现这个落差是非常大的 这个落差有多大呢 就是同样是写城市 同样是花时间 但是我也发现 为什么我的产值 就是远低于某些人 好 那这件事呢 我想了非常久 然后过了几年 我终于知道 它是怎么回事 好 那我中间呢 也尝试创业 也改变过 自己的这个工作方式 那到最近 最近九年 我就是在学校教书 然后呢 回到这笔案 我想跟大家讲 就是说呢 真的 你我都值得过更好的生活 我想各位或多或少 跟我一样有这样的迟疑过 就是 真的搞不清楚自己要做什么 这是正常的 你说我从十岁开始写城市 我说那个是什么 那是兴趣 但是兴趣跟职业 这是两件事啊 对吧 就是说 你打开深夜节目 你知道我在讲什么 就是那个 那种比较 晚上才能看 18岁以上才能看 你喜欢看 不代表说你要去的嘛 你要去当男优 对吧 这是两码的事 对吧 但是反过来说呢 如果你把你的兴趣变智业 那其实这是会很大的影响 像我那时候 我一直到25岁之前 我都还在想 我要不要去读一科 因为我真的很怀疑说 这个兴趣一旦变智业的时候 会发生什么事 对吧 很多人喜欢写作 你看去念文学系的同学们 很多是喜欢写作 很喜欢去赏西的 但是不代表说 只要他写字的东西 他就开心 你去这个律师事务所 有很多机会是可以写很多文字 对吧 你有写不完的文字 你有写不完的树状 但是 请问这些人会开心吗 未必 那同学呢 写程式也是一样 就是写程式 从兴趣变智业 一定会打折扣 如果你问我来讲的话 我诚实跟你讲 这个从兴趣变智业 那打了折扣呢 就是一定是超过五成 甚至更多 那但是呢 我认为说 资讯科技产业 对我来说有趣的地方 就在于说 他让我有个舞台 可以去做一些事 就像我前面讲的 我可以有机会去改变 原本是要打官司 原本是一个很严重的零和游戏 对吧 就是说一个公司他不能出货 然后呢 他对他的供应商求偿 对他的那些相关的伙伴 去提出这个什么 提出这个损害 或者对投资人提出什么 提出这种不幸的消息 但是说真的 我们作为工程师 是不是可以解决问题 是的 而且解决问题呢 他的这个数字 也许我最后没有赚了那个钱 但是呢 有趣的地方是我有参与了 那为什么这个赔偿那么大 因为那个就是一个很知名的品牌 我不能讲 但是就是说你大概猜出来 所以某一个知名品牌里面呢 竟然有你参与开发的 而且你在很短的时间内 去克服一个关键问题 那获得一个肯定 所以我想作为工程师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为了这一刻 好 那回来呢 我们再思考就是说呢 呃 我们常常听到一句话 呃 我啦 我以前常听到一句话 就是 哲你所爱 爱你所选 但是想想这是很难啊 就是 其实我那读数的时候呢 就觉得它是热色化 但是长大之后发现 哇 这句话呢 它很有道理 但是你要了解它是很难的 第一个呢 你要选择 你要 本钱才能选择啊 对不对 你说 会不会每个同学都说 哎呦我该读台大一科好呢 还是读台大电机好 还是读成大电机好 拜托绝大多数的人是没有选择的 对吧 至少问问看在成大的同学 你有这种困扰吗 没有 因为你只能考上成大电机 对不起 成大电机什么概念 成大电机就是台大第二类组 倒数第一名到第二名的科系的分数 对不起 这个讲话很伤人 但是就是事实 那所以 很多人是不是有选择的啊 所以 折你所爱 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很很不容易是 你要有筹码才有选择 然后呢 再来什么 爱你所选 那是更难的 对不对 就是说 不管是投入一个婚姻 投入到一段工作 或者做了一些什么 在国家上的一些选择 就是国家认同上的选择 这个东西非常困难 对吧 你看那个 张细某演员 对不对 就是 一旦有人说什么 一旦有人说他是什么 台独 他就说 我是中华儿女 什么堂堂正正的中华儿女 对不对 就是 择你所爱 爱你所选 那说真的我不晓得他爱不爱 张细演员 爱不爱这个 这个什么 作为一个中华 堂堂正正的中华儿女 中国人 但是这件事呢 他是没有退路的 那所以你看 我们在思考 以工作来讲话呢 他更是如此 说真的 你爱的七言应该蛮多的 就是 就是 像我之前会跟 当学校去做什么 校园的宣传嘛 你懂吗 就是去一些成功高中啦 去一些师大副中 宣传我们的成功大学 那但是后来我都不太去啦 因为说真的 其实学生 有了这个什么 有了网路之后呢 其实他的资讯 获取的资讯 其实也不算少 那主要 比较麻烦的是 网上很多资讯是比较片面的 所以呢 我们要做的是 跟这些高中生好好地谈一谈 那但是呢 很有意思的地方是呢 这些高中生呢 其实他们就很清楚 有哪些企业 其实不会输给大学生 那所以呢 这些高中生 或是现在大学生 研究生 或是各位 在什么 已经在工作的各位 那其实你都有知道 你爱的企业 可是问题是呢 一个很写灵力的事实是什么 就是你爱的企业 不爱你 对不对 你每天用Google的产品 你每天用Facebook的产品 你每天用Twitter的产品 你每天用Microsoft的产品 那这些公司就说 哦好棒棒 你帮我赚了很多广告费 你帮我赚了很多订阅费 你帮我 获取了很多个人资料 你好棒哦 就这样 他爱你嘛 他会说 我们爱你哦 但是呢 我们不只只爱你 我们爱全世界上亿人 然后呢 再来什么呢 嗯 爱你的企业 尤其成大学生 应该都有听过吧 企业界最爱的大学生 大家你想想看 这些企业界最爱的大学生 列出来那些企业 你自己看看 那些企业 说真的 这些企业爱你 爱成大学生 但是你真的爱他吗 好 然后呢 再来是什么呢 我不想要花这些时间跟大家 争论什么学历问题 因为在这个东西在台湾会 很容易失教 我的 如果你问我说学历重不重要 那我会跟你讲 没有强度的学历 不要也罢 你知道什么叫有强度的学历 就比方说台大医科 听了哦 就脚软 台大医科 对不对 就脚软 这就是有强度的 那否则 其他你就不用看了 对不对 所以呢 就是说真的 学历的用途是什么 就是 在十秒钟内 让人家认识你 就叫学历 这是我认为最简单的定义 十秒钟 认识一个人 用学历 好 那 如果呢 你的学历没办法让很短的时间 让你知道说 哦 比如说 比如说你去念一个什么 无缝课大 那请问无缝课大第一名 相对于这个原制大学大概定起名 那相对于台大志工大概定起名 你只要被问这问题呢 说真的 那就真的不用回答下去了 那就是私交 对吧 就是在这些什么 比例啦 那些什么换算啊 这些公式的 那 那我也不会强调说什么能力才重要 因为说真的很多时候呢 我们需要 需要一个什么 门票 所以呢 像我们这门课 为什么开在研究所 为什么开在第一学期 我们就希望说呢 硕士班一年级的学生 上这门课开始下 我在硕士 接下来的这个 三个多学期 注意到没有四个学期 是三个多学期 因为这学期已经开始了 就是接下来三个多学期 你该做什么事 很多人呢 会花钱 就是你可以看到说 网上有很多那种补习班 就是去帮你修旅语表 教你怎么去面试 收更多钱 但说真的呢 你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 现在来这么课 你现在就可以开始调整 你可以开始预测 开始评估 这些公司到底需要什么样的人 公司需要什么人 我去改变我自己 对吧 这是一个很 直观的想法 而且你现在还有充分的时间去做这件事 好 你说改变自己要花多少时间 那我跟你讲另外一个例子 另外一个例子 也蛮有趣的 我之前教过一个学生 就是真的不会写成诗 就是很废 然后他就是去各大公司 就是被打电打得很惨 就是他的大学还OK 就是成功大学还OK 但是因为他写成诗不太行 注意到这是客气的话 反正就是给人家打点打得很惨 所以后来就根本就找不到什么工作 就只好去当兵 当兵的时候 他就发现 网上查到说我的课 所以他当兵的时候 就跟他的主管说 我可不可以挪动我的休假时间来上我的课 可是我在暑假开课 其实也开了七周 六周、七周 所以他就算个六周、七周 但是刚好怎样 我上课讲的东西 刚好是他之后去应征联发课的时候 刚好用得到的 所以你看他其实用了六周 然后再加上一些训练 大概就是你算个三个月 用三个月的时间 其实就可以改变了 所以我跟你讲的是 要改变是可以做的 但是你一定要聚焦 这门课的事情 这门课着重的东西也是让你可以聚焦 然后一样 我希望你不要再讲什么产区落差 因为这从头到尾就是选择 你好奇产业在做什么 那就进去产业 你说我没有要进去Google 你可以去Google的境内对手 你可以去Google的供应商 去Google的整个供应链的一环 你还是终究可以理解Google的干嘛 你过去问题在什么 你就放不下自己的东西 你说我放弃这个学历 我就要用更低的起薪 那你先了解这产业 再回来读书也可以 对不对 而且我们现在大学已经有很多改变了 对不对 像我们大学已经改变了 就是大学六年 大学部六年读完就可以 那硕士四年读完 那中间其实你有很多规划 你甚至可以先成为大学教授 再回来读书 那当然这是特例 但是就是说 其实我们现在教育其实有很大的改变了 那这些呢说真的 你不需要太执着说 我一定要几岁前做到什么事 因为你看哦 几岁前做到什么事 往往它有一个前提是什么 就是因为过往的人 寿命是有限的 过往呢可能是什么 就是一定要在什么之内完成 否则你 否则这样没有机会做 但是现在不一样呢 整体来讲的话呢 人类的这个退休年限 就是在开 以开发国家都已经什么 退休年限都大幅的往后延 那这个事情是不争的事实 那所以你想 既然我们工作 可能要工作到七十几岁 甚至到八十岁 那说真的呢 你书念的比较晚毕业 真的是很严重的事情嘛 这倒未必 好 那么再继续 那所以这本课呢 具体来说呢 我们要做什么事情呢 就是引导 你找到适合自己的资讯科技公司 然后呢 主要呢 找到公司呢 这件事很难 因为呢 你心目中都会有个什么 都有个什么 梦幻公司 Facebook Google Microsoft AWS 梦幻公司 但是呢 你摸一摸呢 也摸一摸什么 这个 就是你知道吧 就是 你很可能在现在是做不到的 就是因为某些原因做不到 那我就必须告诉你事实 对吧 但是呢 你可以干嘛 骑驴找马 所以你很可能去找驴 就是 你要最后就是找马 但是呢 你往往呢 可能先需要找驴 注意到 这OK的 欺骗别人感情是不OK的 但是呢 在公司来讲话 说是呢 你讲明白 骑驴找马 其实主管都会知道 那公司交代事情做得到 你尽到自己责任 就没有错了 不要把公司想成什么自己家 不要这样子 就是 骑驴找马 不是不对的事情 反而我觉得是要被鼓励的 台湾的资讯科技产业 往往就是因为很多时候 就一滩吃水 就人都不敢离职 你说 很多人呢 在那些机具上面 一天到晚轮班 你说 这就是你爱吗 你在读书的时候 不想到说 我就要一辈子在这些机具上 在这些轮班 随口随道度过吗 你问这些人 说当年你读 自然组 读那么高分 是为了这件事吗 我跟你讲 绝大多数人都否定了 他说 可是又怎么办 我又走不了 为什么走不了 我的房贷 一个月要七万五 我的车贷 我的小孩 但是问题 对 我知道你有这些 限制 但是呢 如果有机会 在学生阶段 或是说 在一段 可以让你静下来思考 你到底未来要走什么路 那其实你可以开始规划 这些车贷 房贷什么的 是不是真的是需要做的 你 到 这个产业 你到底在追求什么 最怕什么呢 身体没有 身体不好 然后呢 想做事也没做到 然后呢 尤其面对小孩子的时候 真的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 我认识好几个工程师的朋友 他都不希望小孩子去当工程师 那这件事我也让我觉得难过 我不 同样我也没有说 我一定希望我的 孩子们一定要去 当个工程师 但是说真的 工程师他有他的正面地方 你看 像我刚刚讲 讲那个故事 对不对 就是有些东西不能讲太明白 不过你猜的 大概可以猜的出来 就是呢 你去抢救一个 专案 从那种濒临崩溃 从那种要走法律流程 但是你在最后一刻 挽救 虽然 没办法像那个漫威那种英雄 但是说真的 那就是我们在工程师 尤其软理工程师 可以敲键盘 可以做到的事情 你不觉得很有趣吗 对吧 那很多时候呢 你很久很久只能遇过那一次 但是说真的 如果 在我人生快要终止的时候 据说人类人生快终止的时候呢 这个人 一生的那些过程 会快速的在我眼前浮过 那我想 那些工程上的挑战 会一一的在身上浮现 这就是我当工程师的理由 那当然呢 光有这样吃的是不够的 因为我们刚刚讲过了 我们最主要目标是怎样 你我值得过更好生活 所以我们除了去介绍 就是依据你现在的阶段 逐步去介绍说 让你认知到自己是什么公司 然后再次 你一定策略 这个很困难 尤其是抢摊 注意到我的用词 抢摊 因为呢 你注意看 台湾以外的公司 台湾以外的科技公司 其实对人才需求是迫切 台湾是个特例 就是台湾对人才 其实没那么迫切 你看开出来多少薪水就知道 其实没那么迫切 但是 在很多地方是很迫切的 然后我用抢摊来形容 为什么 因为其实真的很多地方 真的是很需要工程师 但是很多人困难在 不晓得哪边真的需要工程师 你看很需要工程师的地方找不到 然后反而在台湾 因为你会被一些环境限制住 限制你的想像 所以就导致你永远只会想某些事 但是真的很需要人才的地方 他其实说只要一定标准之后 他就是真的是那种快速的报到 快速的人进人出 因为不是只有人会进来 人也会出去 那你要做的事就是抢摊 去看摊头宝 摊头宝在哪里 去画你的旗帜 然后注意到 虽然我们这门课 在副标题写 全台湾第一个 唯一的教你什么 准备科技公司面试的课 但是在面试之前 其实做很多规划 就是你要搞清楚职位 你要知道很多职位 我们之后会讲 就是很多职位 其实说真的他叫做万用职缺 就是说他写的东西好像很多 但是说真的 你其实只要符合三成 甚至没有到一半 三成就够了 很多时候你说 怎么有公司那么奇怪 你说只要符合三成就可以录取了 你自己想看 很多择偶条件不就这样来的吗 对不对 你看这时候 那时候有想到我以前的什么 抢着我前同事 我前同事就是那种高高帅帅 然后又是篮球队的 然后反正他对那个 他真的超高的 就是我好几次都会撞到他的那个 我好几次站起来 都会撞到他的那个 撞到他的乳头 这蛮困扰你知道 就是那个 而且撞到他乳头下面 就是你懂了 好然后就反正他很高 所以他择偶条件就有写 我的女友希望是身高172公分以上 还写2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172 所以你看他 而且对学历要求是蛮高的 然后说什么 不能是男女男人 不好意思讲太明白 就是他就是讲一些这种 身高学历连居住地 对不对 都有很多要求 但是最后娶了老婆 跟这三个东西都没什么关系 所以你看这就是什么 这就是死话 对吧 就是说他们两个人相爱 一定有他的道理 但是你看当初开那么多要求 对不对 又要172 然后又什么 又要这个这个这个 什么学历要多高 然后居住地位又在哪里 对不对 老婆也不是这种嘛 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在这个什么 在婚姻市场会这样 其实在职缺 尤其在台湾的职缺 更是如此 所以我们要有时候搞清楚 你要看那个职缺 知道说他在他写那么多 他写十个项目 到底最重要的项目 是其中两个三个 那这也是这门课 我们要引导大家去想的 让大家快速判断 这个东西是不是万用职缺 然后再搭配一些内部情报 所以注意到我们这门课呢 第一堂课或是前几堂课 是有录影的 但之后是没有录影的 注意到这门课 在课程一般性解说是有录影的 但是在之后是没有录影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会揭露一些公司的资讯 就是跟你讲说 哪些公司最近有很多这种职缺 或者这个职缺呢 是万用职缺 这个职缺呢 它开出来不是真的有缺 这个是 也不能算商业机敏的 但就是说 你懂了 可能会有些问题 好 然后呢 在这之前呢 也不是说投个履育表 所以注意到 你想 你会不会看到一个很喜欢女生 比方说你看到林志玲 哇我好爱她喔 然后就干嘛 就说 就写信给她说 林志玲小姐 我要跟你交往 人家没有告你骚扰 已经算不错了 对不对 但是反过来说呢 很多人求职的时候 就这种态度的 好再讲是 你喜欢一个女生 是不是会做功课 会了解她喜好 而且很多时候呢 默默的祝福她 比去骚扰她来得好 对吧 你看这个 林志玲姐姐在日本 过得很幸福啊 所以 你跟我要做的事情 就是祝福她 而且看到说 林志玲的那个 她的老公 既然跟我年纪一样大 我就觉得很欣慰 因为我这个年纪的是 这个年纪的人 还是有人要的 是不是 保持这种欣慰就可以了 那 反过来说呢 如果说你要主动去追求一个女孩子 你是不是要做什么功课 同样去追求一个男孩子也是一样 不是说什么 女追男隔成杀 屁 对不对 就是这个时代已经改变了 所以反过来说呢 公司也是一样 你要搞清楚说 他到底开这个职缺是真的开了 还是万用职缺 还是开那边 网页没有更新 对比较怀疑 很多职缺 开在那边是因为网页没更新 你说 哪有这种公司 我可以讲出一大堆 好注意到现在不能讲 因为这也是上课要讲 好 那再来是什么 就是你了解他的职务需求之后 你才知道怎么去写录音表 才知道怎么去调整 对吧 这是一个很基本的道理 对吧 然后再来是什么 你要来做模拟面试 这也是这门课 这也是为什么这门课没有录影的原因 之后没有录影的原因 就是因为 模拟面试 是我跟同学们的互动 那这个东西呢 我自己做模拟面试的时候 我自己找我的助教来做模拟面试 这是可以录影 但是其他同学 顾力到他的一些考量 所以这就是不录影的 好 然后除了这以外 还要考虑什么事情呢 跳槽 转职 退场 先讲退场 你要知道 比方说现在那个 20年前 有个字 有个词你可能有听过 叫什么 叫做科技新贵 那说真的 我也是那个年代的人 就是20年前我就在工作了 所以你说 我那些股票在哪里 那些股票就是给家人去买股 房子的话 你懂吗 好 anyway 就是说 在20年前科技新贵的退场 其实很简单 就拿股票 分红 退场 然后炒地皮 炒股票 那我就觉得很罪恶 我必须跟你讲说 我底下也有一些资产 在这边 但是我真的觉得很罪恶 因为做这些事情 其实对年轻人没有好事啊 你看我 有一些房子 注意到我不是只有一栋房子 我名下有一些房子 可是你看我做一个包租工 一个月可以让我生活过得去 我又不用做什么事 我就开开心心写程式 也不用去写什么案子 那我就可以过火 但是说这件事对年轻人真的不好 而且 现在租了出去 以后人口结构变化的时候 我真的租了出去吗 我自己也会怀疑啊 然后 所以你看 在20年前科技新贿退场的时候 就像我那个时候 就说真的 没有什么规划 但是还不一样 就是如果 你这个什么 如果你在科技业真的要做规划 就想你退休金哪里来 所以甚至包含那些投资 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 我们也来跟人家讲 甚至加密货币 对边的货币 加密货币也要买 但是这个也是 这个也是投资机制 不是投机要是投资机制 然后除了这以外的话 就是跳槽是很重要 很多人觉得跳槽 好像听起来很难听 但是说真的 为自己加薪最快的方法 就是跳槽 而且你想 好的跳槽 其实 不见得会伤害到目前公司 怎么说呢 你看喔 你的能力越来越强 可是说真的 公司在很多时候 是没办法说 因为你的能力变强 然后给你更多钱 他给到一个等级之后 就给不出去了 懂吗 这是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你说 最好是怎样 好去好散 就是说 老板 我要去Google了 但是公司的东西 我还是可以帮忙做 我免费办公司做 就报答公司 这三年为多的恩情 比方说公司 让我在上班时间 可以在Google面试 至于他 这不是屁话 这就是我做过 我以前在前公司 用前公司的电话 来接Google的面试 所以有一段时间 我的主管都觉得奇怪 这个为什么 为什么这个 我会在早上跟深夜 都待在公司加班 我怎么都辛苦 然后呢 就一直讲电话 就是 为什么 因为我在Google面试啊 你说为什么 我不在家面试 因为我住的地方没有电话 然后手机呢 怕什么 怕虚化不好 所以我就是直接用那个什么 因为你知道那个 十几年前那个 那个什么 那些Google面试的东西 还不成熟 网路的电话还不成熟 我们都还是用电话 就越洋电话 就直接打到公司来 超嗨的 所以后来呢 我获得这个很好的机会之后 我就跟什么公司讲说 好 公司真的遇到什么困难 我就帮忙来处理 那所以你看 这个公司的主管 跟你的同事们 其实也 其实大家都知道这件事 而且 而且说真的 我真的有帮到公司 所以其实 这种好聚好散呢 其实是 是一个策略 好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休息到 八点 五十五分 休息到两栋 五五 喝个水 大家都 看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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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沒有聊天室網址啊! 哎呀尷尬! 好啦!聊天室網址再... 好!所以就是如果有同學要使用聊天室的話呢 請你用這個網址 好!這個在工作的朋友呢可不可以參加?可以!但是我之後會講一些方法 好!所以你要注意看這個課程的說明 好!那回來!不好意思!背景聲音是小朋友在玩 好!然後呢!所以注意到呢!就是我希望我們在這門課呢!不是只是讓大家 拿到那一...就是...進到某些公司 因為知道有些公司是所謂的獵人頭公司 那獵人頭公司的運作方式呢大概是這樣 就是說...比方說Facebook現在有個職缺 然後獵人頭公司呢就去找合適的人 然後...所以...Facebook委託某一家獵人頭公司 那獵人頭公司最後找到一個人 那這個人呢就跟這個獵人頭公司有個簽約 就是如果這個人順利到Facebook工作的話呢 第一個月的薪水或是工作的十分之一的薪水要... 就是十分之一的月薪要給這個獵人頭公司 但是呢...我不想要特別去評論這件事 因為畢竟它是一個生態 但是往往的問題是什麼?就是這個人到Facebook工作就... 就圓滿了嗎?當然沒有啊! Facebook工作它只是一個過程 萬一終於出了什麼事 或者...他進去可能到某個部門時候 剛好的那個部門就剛好被裁掉 像你看最近那個Google的新聞嘛 Google的這個Health 就是Google的健康跟那些醫療相關的部分 他投入很大的資本 但你看最近這個部門要裁掉了 所以很可能你剛好就在什麼? 就是在那個部門要裁掉之前進入Google 然後呢...結果進入沒多久呢?就是... 什麼補償都沒拿到離開了 會不會?會! 那...所以注意到呢... 我們今天不是說拿到offer就開心了 其實你要想這個東西 其實你在工作的時候就要想退場 當然... 並不是說你在... 有婚姻的時候就要想到離婚了 不是啊!這兩件事啊! 對嘛!不要... 就是有時候可以相體病的 有時候不能 就是注意好!舉例的時候好! 然後呢...再來是... 我要特別強調就是說呢... 絕對不是拿到那個門票就夠 就是生存之道 是蠻重要的 就是... 我跟唐鳳是同個年紀的人 就是...他當然已經大神了 我還是一個教書將 但是我覺得我這... 這20年的那個打滾 還是有些東西是有學會的 比方說在一些大公司 因為唐鳳其實在... 原則上他沒有在大的公司 很大的公司待過 那... 唐鳳做的事就... 很多時候就比較高深 但是我做的事很多時候需要跟一些... 做一些... 就我們稱為叫dirty job 就是要跟一些... 可能不是那麼開心的事情 但是呢... 一開始不是很開心 但是我做的事其實也是蠻多啟發的 就是該... 簡單說該去鬥爭的啊 該去... 該去選邊站啊 該搞掉什麼東西的啊 好...這個之後呢 我們上課的時候也會講 好...總之呢 這些生存之道 請注意 在你... 入職之前 不是入行啊 入職 就是進入這個公司以前 就要思考了 好...一樣 這也是... 我們這門課也講座的 然後更具體來說呢 這門課呢 是尊重的學生呢 就是... 如果你是眷歌眷解的話呢 說真的你躺著 尤其是我們成大人 眷歌眷解 所以躺著大概... 大部分公司都去得了 就像那個分數夠高 可以考上台大醫科 台大電技 你在哭鬧說 哎呦...我要讀台大醫科好 還是讀台大電技好 我好苦惱喔 注意到 這樣的人呢 就不是我們的受眾 我們不是針對學生 那最好那什麼呢 你成績很差 我特愛你 再講一次喔 你成績很差 我...我會... 但是你很有決心 那我就很愛你 就是... 你看 我剛剛講那個故事 就是講那個什麼 講一個同學呢 從成大畢業 然後被人家打領打到死對不對 好...那最後怎樣 最後到聯罵科工作 那所以呢 像這種例子呢 很難遇到 但是遇到一次、兩次 我就覺得很有成就感 說真的很多時候 教書裡的為了這種 對不對 為了這種特例存在 就像那個之前那個 詹博成同學對不對 他一直都給我很大的激勵 我還有幾次都想離開啦 因為... 你知道我們的終點費 多少錢 這不是秘密啊 這公訂價 就是我們的終點費呢 是七百二十元 一個小時七百二十元 然後呢 背課有沒有錢 沒有錢 然後呢 上課如果遇到什麼 那個什麼 放假 遇到放假那個終點費呢 對不起 就會跟著扣掉啦 所以呢 注意到呢 你要上多少課呢才... 就是你想想看 你當個家教 你一個大學生當個家教 我有聽到學生講 他一千五 一個小時一千五了 吼吼吼吼 對我的兩倍超過 而且最酷的地方是 他就是在陪讀 懂事啊 但是呢 教書的樂趣 其實對我來講 就是... 不是那個薪水啦 就是... 反正賺錢方很多嘛 就是炒炒比特幣啦 然後那個... 哥斯克朗幣 Crypto朝下有沒有 那DeFi朝下 欸 那個錢就會 咕嚕咕嚕咕嚕 長大 這也是蠻大的樂趣嘛 那最大的樂趣就是說呢 說真的 你我都值得過更好的生活 你相信這件事 而且真的去做 那我想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就是成就感 然後呢 所以呢 說真的 你... 堅定說你要成為一個工程師 而且呢 你願意 為了這條路去投入 然後呢 如果你也沒有什麼 亮眼的這個競賽成績 那其實... 也... 也OK 只要你不要放棄自己 我們中間會有一些訓練 或者透過一些模擬面師 讓你知道說 你自己是不是在這行 然後呢 再來一次 不甘心 只在鬼島做二流工作 這個我不好意思講 哪些是二流工作你知道的 那你看喔 Facebook Apple 亞馬遜 Microsoft Google 這些公司怎樣 都在招募員工啊 對不對 然後有一個詞呢 叫F-A-A-N-G 這個詞什麼鬼呢 我們來看看喔 F-A-N-G呢 就是講這個... 科技巨幣 就是什麼呢 這些公司簡單說呢 這有很多定義 這個定義超級多的 那簡單說呢 他們市值呢 非常大 比方說這個F-A-N-G呢 當初高盛呢 在講的時候呢 這些公司呢 他的這個... 市值 就是... 總市值呢 就超過三兆元 所以你看這個是很可怕 而且甚至Apple Apple這家公司呢 是第一 在這個F-A-N-G裡面的 裡面的第一個市值 衝破兩兆 不知道這是什麼數字的 OK 太狂了 兩兆 兩兆美元 你看我們在台灣講 兩兆雙星 人家是... 好...繼續 好... 那所以你看喔 這個... 如果你覺得 自己不甘心做這些二流工作 不甘心自己 已經就業的 做二流工作 自己不甘心畢業之後做二流工作 那說真的 這門課就是針對你 好... 那我們這幾年呢 沒什麼特別的成就啦 就大概就這些 那這聯發課呢 我數了二十五個之後 我就不數了 就是我把那個... 我記得上課之前把那個Facebook 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 那個... 教過的學生稍微看一下 因為有些同學我已經忘記了 女孩子會記得比較熟一點 男孩子就... 就忘了 所以數到二十五就不數了 就寫個二十五加 然後這幾年還不錯 這幾年就是Google有五個 亞馬適有兩個 Microsoft有兩個 Facebook比較可惜 就是... 我一直沒有搞懂Facebook要怎麼面試 就是... 只有一個學生去Facebook 垂胸啊 對... 所以... 今年... 我要努力讓同學有辦法去Facebook 然後呢 新創公司的話呢 我也忘記有幾個 那... 我寫五個字嘛 大學畢業前就拿到聘書 好 那... 最大的開這門課呢 說真的... 有一些被告的風險 我已經找好律師了 因為... 呃... 說真的我很不喜歡那種 就是... 尤其在台灣的 就是... 就是講說... 哎呦... 就一直講什麼業績很小啊 你這樣的時候得罪人會怎樣怎樣 熟? 誰跟你留在鬼島 而且... 就算留在台灣又怎樣 我... 我難道永遠會當你的下屬嗎 我不能... 我不能... 爬得比你快嘛 我不能... 到你的競爭對手公司搞你嘛 對不對 所以... 所以我在台灣我覺得很多... 很多話其實很奇怪 那... 總之呢 就是... 我希望呢... 把我知道的東西告訴你 那... 所以我的身份簡單 就是一個老司機 那... 我沒什麼學問啊 沒讀過什麼書 好... 也許呢... 有一天呢... 我大學畢業的時候呢... 可能就比較有學問了 但是... 但是顯得還沒到 好... 然後呢... 我在... 至少在台灣海峽兩岸 有一定的這個... 認知 好... 那所以... 想要跟你分享這些... 低手消息 那除了低手消息以外 呢... 我也會邀請這個學生... 那... 我也希望... 呃... 之後... 你也可以成為這些... 畫面中的一部分的這個... 數字的一部分... 好... 然後呢... 也可以... 幫忙參與這個課程... 好... 然後注意啦... 開始來講正題啦... 這個... 對... 注意啦... 其實開這麼課... 為什麼說台灣唯一的課... 因為其實很多大學教授呢... 其實在產業待過... 但是說他不需要冒著風險去做這種事... 對吧... 不需要啊... 你看很多... 很多人就是... 在產業過得好好的... 越界過得好好的... 但是說真的... 對學生不見得好... 對吧... 也許有不錯的... 但是說真的... 現在機會這麼好... 不是只有台灣... 我說台灣以外的機會這麼好... 但是為什麼我們... 就學生沒有... 因為這件事獲得更大好處... 你看... Google大舉招人... 我現在呢... 啊... 忘記寫... NVIDIA也好幾個... 下次算一算... 這個... 我的email裡面呢... 常常會收到Google... NVIDIA... 亞馬遜呢... 他們就說... 喔... 黃老師趕快推薦學生... 你想... 他們真的是很有迫切需求... 有迫切需求的一端... 找不到合適的學生... 然後呢... 學生呢... 是對自己有願景的... 你當初來... 讀資金工程... 你花那麼多時間寫程式... 難道只是為了在機台前面... 發呆嗎... 在那邊隨口隨道嗎... 其實不是吧... 你應該有更崇高的... 主要... 我不是說... 顧機台不好... 顧機台呢... 它有很大的學問... 對不對... 但是呢... 我們成大學生... 可不可以留給南台的學生來做... 對不對... 南台學生是演運做的啊... 你把機會留給人家好不好... 而且... 你自己想看... 你是軟體設計耶... 軟體設計... OK... 你為什麼去寫一些IT的軟體呢... 你為什麼不去做那種... 更多人可以用的... 好... 那所以呢... 總之我開這門課呢... 就是... 讓你知道一些事實... 而且呢... 希望有一天你過得好... 那也可以來幫助學歷學妹... 還有生命的人... 好... 那注意到呢... 找工作... 絕對不是寫一個個人... 抵御那麼簡單... 它其實是一個博弈... 如果你把找工作... 想成領域的話... 那就糟糕了... 那就跟騷擾一個女孩子... 沒有兩樣... 請注意到這件事... 它是個博弈... 或是一個... 那個叫什麼... 賽局... 講賽局比較好聽... 就是那個... 好... 然後呢... 我希望剛才去想的地方是... 它就是一個... 面試過程的交易... 你想... 很多公司呢... 它要的都是折憂... 但你用腦袋想也知道嘛... 就是... 即便是Google... 它難道每一個都是天才... 不可能... 如果每一個都是天才... 那天才跟天才之間會打架的... OK... 所以呢... Google裡面一定會有大神... 然後呢... 還有高手... 再來是什麼... 中商的人... 去執行那些... 天才... 高手... 大神的什麼... 益智... 因為你不能叫... 高... 大神寫完每段程式碼... 不可能嘛... 總是有些很無聊程式碼... 要去寫... 然後面對客戶... 面對無聊客戶... 總是需要一個什麼... 中等人... 所以想... 有時候機會就在這裡... 然後呢... 講得更具體來講的話呢... 尤其是像... Google的台灣分公司... 你用腦袋想知道... 台灣分公司需要給那麼高的錢嗎? 其實未必嘛... 就是... 有一個數字... 聽說... 聽說... 在... 十五年前... 十六年前... 要... 就是... 要... 建立Google台灣的時候... 那是在... 在Google在台灣很重要的一個... 在亞洲一個很重要的據點... 然後那時候呢... 那時候他們就想說... 欸... 這個... 起薪要給多少錢... 他們就那時候就說... 喔... 要十萬美元... 後來發現了... 這個數字可以大幅的調整... 因為... 十六年前... 要給到十萬美元... 但現在在講... 不需要給到十萬美元... 你懂了吧... 我不能講太明白... 但是你懂了... 為什麼... 就市場需求啊... 因為你給十萬美元... 那是很高的... 很高的價格啊... 其實說真的... 只要給到台幣... 兩百萬... 甚至一百八十萬... 都會用一堆人排隊來... 好嗎... 好... 那你甚至不用給... 給正子力... 只要約聘就好... 都不好意思... 不能講太明白... 好... 好... 那所以... 總之就是什麼呢... 這就是機會啊... 因為... 真... 你身邊那些真大神... 他不太... 說... 去Google... 然後... 救助約聘... 搞屁... 我不要... 但是你要不要... 要啊... 反正我只要能貼Google的名字就好啦... 哪怕是約聘... 哪怕是... 只是... 幫他... 什麼... 色情圖片... 或是有爭議圖片... 幫他過濾... 也好啊... 對不對... 那就是什麼... 因為你有那個... 有一個東西... 鍍金的履歷就夠啦... 對不對... OK... 所以... 很多時候呢... 就是博弈... 為什麼一直強調這個博弈... 就是... 你要搞笑... 買... 賣... 兩方... 到底要的是什麼... 然後呢... 為什麼在這門課呢... 常常跟你講... 情資很重要... 因為很多公司其實就是這樣... 就是講... 你看... 我剛講那個... 有個同學對不對... 他在... 成大畢業之後一直被他打臉... 為什麼... 因為... 他就... 很廢啊... 就寫成是不行... 但是剛好呢... 聯發課呢... 在... 剛好就是在無線網路通訊部門... 剛好用到一個新的作業... 剛好用到一個作業型... 叫Free Atos... 好... 那個時候呢... 台灣... 比較少... 人知道這東西... 剛好我課就在教這些東西... 所以呢... 那你說為什麼要教這些東西... 因為聯發課需要啊... 所以我就教... 聯發課對我蠻好的... 就是簡單說... 我也不太需要去上班... 然後... 我就是... 這個不要做... 那個不要做... 去韓國的時候要報備... 去中國旅遊的時候要報備... 就是這些要求以外呢... 我就沒有什麼事要做了... 所以... 就是公司需要什麼呢... 什麼人才不就教什麼... 所以... 那時候呢... 我教的東西剛好是什麼... 剛好是... 聯發課照... 普通的流程... 要在市場上找到的很難... 但是呢... 這些技能呢... 其實大概就需要三個月... 磨練其實就會了... 所以... 剛好那個學生呢... 就是來上我的課... 剛好就什麼... 就剛好掌握這些東西... 所以... 面授他就很順利... 因為我就跟你講說... 人家需要什麼... 而且這個不是什麼機密... 你就認真看... 那個職學寫什麼... 因為多半人就會... 準備方向錯誤啊... 他就說... 我要花很多時間幹嘛... 刷你扣... 我要花很多時間去... 改進我的西元城設計... 人家不需要... 人家就要搞定一個... 無線通訊的網路... 一個產品... 人家要的就是... open source的東西會改... 知道改哪一段程式碼可以出貨... 人家要的東西就是這個... 那結果... 你一直往大神之路... 賣進... 你要知道一件事呢... 你看喔... 你現在去追隨唐鳳... 大神... 那可是問題... 你追隨唐鳳的時候呢... 如果你的速度沒有跟他一樣快... 那你就遇到一個問題是什麼... 因為你在追隨的時候呢... 這個產業的要求也會改變... 所以往往... 你會覺得追隨的很累... 然後最麻煩的是什麼... 因為你追隨的那條路... 他的要求就變高了... 那反過來說... 像我剛剛講的... 如果你剛好發現什麼... 公司有... 有些公司有這個需求... 那台灣那時候... 沒有幾個人會改... 非阿托斯... 你幹活會改... 而且你證明會改了... 你要什麼證明會改... 很簡單... 非阿托斯裡面有你的程式碼... 對不對... 夠好舉例了... 所以呢... 很多時候你只要搞清楚... 自己的機會在哪裡... 那這也是這麼刻要做的事情... 並不是讓你變得很有競爭力... 我不想講那種垃圾話... 就很討厭那些... 某些雜誌行什麼什麼什麼... 競爭力... 那是後話... 你說... 林志玲跟其他女孩子比起來... 是不是很有競爭力... 林志玲跟我媽媽來講... 都是全世界最美的女人... 至少在家裡有的時候這樣講... 對不對... 但是... 彼此的競爭力不同... 對不對... 就是林志玲會不會煮飯給我吃... 顯然是不會的... 那我媽會煮飯給我吃... 那我小時候... 我媽會給我錢... 對不對... 林志玲... 在我小時候在幹嘛... 我也不知道... 好...你懂嗎... 就是很多時候你要搞清楚說... 你在什麼樣的context... 就是前後文... 你在什麼樣的場景... 你要搞清楚這些事... 所以... 你的履歷其實不是說... 你寫得很豐富就夠了... 你要搞清楚人家要什麼... 所以最好是什麼呢... 你每一份工作... 其實要... 高度客製化一份... 就是你會看到那種大神履歷... 比方說這個大神履歷就是... 你懂啊... 以下又是什麼... 以下又什麼... 什麼open source的committer... 又是開過什麼公司... 對... 會有那種大神... 但是說真的... 這些大神找工作的方式... 不是你想的... 他們談判或什麼之類的... 講個... 很直接的事情就是... 你在台灣看到那種大神... 說真的... 你跟台灣那些大神... 你知道什麼叫大神嗎... 就是... 高中時代就參加什麼... 奧林匹亞... 即是進去競賽... 對不對... IOI... ACN... 然後又是什麼... 大學的時候發表過十幾篇論文... 註如此類... 但是你想... 他們在高中的時候... 在大學的時候... 能力是你的十倍以上... 但他薪水會到你的十倍... 對不起... 通常是不會的... 再講一次... 他們這些成就... 在高中那些奧林匹亞的成就... 可以打趴你一輩子... 可以打趴好多人一輩子... 但是... 這麼了不起的成就... 說真的... 在至少在台灣... 薪水不會差到太多... 你懂得一點的嗎... 所以呢... 反而是呢... 你的機會是什麼... 你的機會就是... 這樣工作... 聽起來無聊... 等我做... 這樣工作呢... 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 我做... 這樣工作呢... 那有一些不確定... 我做... 甚至什麼... 你要奇遇找馬... 那個鋁已經找好了... 那很多人說... 你怎麼願意來做這種工作... 因為我就是... 那都是鋁啊... 我要...我要找馬... 懂得嗎... 就像我那時候去... 不過面試一下... 也是一樣嘛... 對不對... 我需要找一家公司... 可以讓我... 用公司的電話來... 面試... 對... 注意到這件事是... 我有報備了... 我跟公司講說... 我要... 我有一個要求... 就是我要能夠使用那個... 請從我的薪水... 扣那個... 越洋電話的錢... 我跟公司講過了... 就是晚上的... 早上跟晚上的電話是我出的... 就是越洋電話... 是我出的... 然後公司也是覺得奇怪啊... 就是... 因為... 那時候會那個... 因為那時候那個... 沒有那個google mic... 也沒有sky... 這種東西啊... 就是用那個... 用那個... 用那個... 用那個越洋電話... 然後所以... 就是人家會打進來... 但是原則上有個問題是... 如果斷氣的話... 我要打回去嘛... 所以打回去也是要錢... 所以我就... 我就跟公司說... 那個錢... 請我... 請你隨便扣... 但是你看... 說真的... 其實很多公司沒有這種sets啊... 你知道嗎... 就說... 有員工在... 用公司的資產...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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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但是我就講得很明白... 我... 報到時候就有這個要求... 我薪水不用高... 然後... 然後... 就是... 這個就是什麼... 這反而就是個機會... 所以... 我們現在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是自己的弱勢變成競爭要件... 所以... 注意一下... 這個不是什麼神奇的話... 注意一下... 這不是什麼... 畫悲傷為力量... 我不要講那麼垃圾話... 因為很多時候... 在這個博弈裡面... 其實人家要的就是什麼... 哎呀... 你就想啊... 人家... 人家就是... 又要什麼習語言... 又要Linus kernel... 又要什麼東西要會... 但是一個月只給你多少錢... 就是六萬五嘛... 那大神會去做這個工作嗎... 不會... 但是你願不願做... 哎... 可以啊... 因為... 起去找馬... 懂我一點嗎... 所以... 你要搞清楚這件事... 就是... 這就是交易... 所以... 為什麼要特別開這麼課... 因為我發現很多同學... 已經... 想錯方向了... 一直在看那大神的背影... 那你只是覺得挫折... 你真的不需要跟大神... 走一模一樣路... 你可以跟大神學習... 但是... 你不需要跟他走一模一樣路... 你... 你現在是成年人... 你就是要... 在整個博弈... 在整個交易... 有一個位置... 好... 那繼續看啊... 這面世來講話呢... 注意到... 那個鋁錶呢... 還是很重要... 就是... 其實... 以我的經驗... 注意到... 這邊很多東西都是我自己的經驗... 就是... 其實鋁錶... 像我以前... 一天大概看400份鋁錶... 400份... 那400份鋁錶說的... 很多都... 沒什麼特色啦... 由來... 我必須承認... 就是女孩子有放照片... 我會多看幾眼... 對不起... 我... 我... 低俗... 但是說真的... 大部分人我都信不得... 你看... 一天400份鋁錶... 那所以呢... 我... 我認真幫你算過了... 那... 其實呢... 一份鋁錶... 大概只會被看20秒... 平均啦... 那當然... 重要的鋁錶... 我們會反覆觀看... 但是說真的... 平均下來... 這樣... 每份鋁錶... 只會發20秒... 所以想... 我要怎麼讓人家... 在20秒... 就有概念... 所以比方說呢... 你看... 像這個是... 這是什麼... 這是那個... 口試委員的那個... 邀請函... 你看... 如果說鋁錶表寫成這樣... 其實說真的... 你不用細看... 你也知道問題出在哪裡... 因為其實... 像這種... 就是邀請... 這個就是什麼... 他就說這個... 黃金群教授... 本所... 碩士班學生... 某某某... 定於幾號口試... 他說真的... 其實寫這麼多話... 對不對... 就是看起來好像寫很多... 但是真的... 我再一次寫有一件事嘛... 就是幾月幾號幾點要... 要在學校出現... 不用... 可以遠距進行啊... 那你寫個屁...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 其實你就要搞去... 人家要什麼... 像... 以口試委員來講... 我們要口試很多地方嘛... 對不對... 所以說真的... 你給我發這東西... 還不幫我畫重點... 對不對... 我就覺得... 不make sense... 那所以... 這就是一種... 就是你要搞去說... 要怎麼讓他... 很清楚的去呈現... 然後再來是什麼呢... 如果你的簡歷... 有機會被人家... 認真看的話... 那你就要用具體視力... 來說自己的經歷跟能力... 你不要說... 我熟悉西語言... 那問題... 熟悉西語言... 太多啦... 你知道... 很多人之所以熟悉... 自己熟悉西語言... 是因為什麼... 因為他不知道... 他自己不知道... 這就像老舌... 對不對... 因為他不知道... 自己不知道... 西語言... 所以導致他什麼... 他就寫... 他熟悉西語言... 那你想... 公司要花多少時間... 去策謊... 所以為什麼這幾年... 會有LEAGUE... 就是因為認識一個人... 成本太高了... 所以你看... LEAGUE就是一個... 很好顧慮的方法... 一樣... 學歷為什麼... 你問我說... 學歷重不重要... 我不會說不重要... 但是說真的... 沒有強度的學歷... 不要也罷... 如果說你... 今天讀了大學... 讀了研究所... 還被人家問LEAGUE... 你不覺得... 還不會用一些... LEAGUE基本的東西... 你不覺得很可恥嗎... 這個問題我不答... 我以前... 那時候... 十幾年前... 快二十年前... 我那時候... 做過幾次... 還蠻奇怪的事情... 以前... 以前... 做過幾次... 假裝說自己... 自己畢業了... 或是... 甚至假裝自己是... 教打學生... 就教到畢業... 但是最後... 你知道寫LEAGUE表... 最後不是說什麼... 本人... 認為... 以上資料都是正確... 否則是怎麼做... 我就那個地方不簽名... 故意不簽... 然後... 最重要的我就是要去練習... 面試... 好... 那時候呢... 也是遇到... 一樣很糟糕的問題... 就是... 人家又問一些很基本問題... 比方說... 問我說那個... 叫我寫個BUB SOLE... 那我就很生氣說... 請你不要問我這個問題... 你要啊... 就是叫我當場寫個... 那個紅黑樹... 就類似這種話... 就是... 你懂嗎... 但是... 這種答法不好... 但是就是說... 你知道我要表達的地方就在說... 很多時候呢... 表示什麼... 表示我那時候... 準備履歷的時候呢... 其實沒有讓人家看到我的長處... 結果他還問我說... 怎麼寫個BUB SOLE... 我真生氣啊... 對不對... BUB SOLE有很大的... 其實還有蠻多可以討論的... 但是我生氣的點就在... 他... 沒有看到... 我跟這工作的關聯... 沒有看到說... 我做什麼事是適合的... 好... 我已經寫... 我有辦法改到... 電視客動的哪一段程式嘛... 我已經寫... 我有辦法改... 設計一個網路風包模擬器... 結果你問我一個... BUB SOLE... 也不是問我一個... MERCH SOLE... 甚至不是問我說... 怎麼針對CASH... 去... 針對CASH... 去提升... 去提升MERCH SOLE的效能... 你不是問我這問題... 我不是去寫這種... 對不對... 我就很生氣... 我就說... 請你不要問這問題... 當然... 我那時候是... 你懂... 反正我都練習面試... 我不在意有沒有錄取... 但是說... 如果是你寫自己的資料... 那... 感覺是不同的... 所以最好的地方是... 就要引導... 所以... 呂表真的要寫好... 我也是... 所以... 將近20年前... 我感謝這些公司... 給我很多面試機會... 雖然我很多造假的... 那後來就比較難了... 你懂嗎... 因為後來... 後來就是... 去演講的機會比較多了... 所以... 如果造假身份就會被他抓到... 你知道意思嗎... 所以就比較... 不幹這種事情了... 好... 但是呢... 我希望大家真的想這個問題... 因為... 這個時間很短... 就是每份呂表就只有... 就只有什麼... 就只有20秒的嗎... 就... 你要想20秒耶... 再給大家看一下... 比方說什麼呢... 隨便... 這不是呂表啊... 但是就是... 就比方說是論文... 那你看... 這個... 你看... 像這邊來講... 你要想20秒喔... 就是被看... 20秒... 這麼短的時間... 然後就要有印象... 所以... 甚至連他的版面... 甚至他的那個... 鋪陳方式... 其實都是要... 都是要去... 去探討的... 好... 然後呢... 再來是... 你一定會遇到那個監睿問題... 那這個監睿問題有時候呢... 就是要一些積極方案... 好... 我舉一個例子... 真實發生的事情... 就是有個學生... 他是從那個... 成大數學系畢業的... 然後... 你要知道就是... 數學系... 教的數學... 其實跟... 跟我們在高中學的數學不一樣... 好... 就是想喔... 就是... 像數學系學的數學呢... 會是像這種東西... 像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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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論... 圖論呢... 不是那個什麼... 圖論不是說... 怎麼電腦會圖啊... 所以你要搞清楚啊... 在... 在Compute Science... 裡面呢... 會有一個科目叫什麼... 叫做... 叫做... Graph Theory... 是講那些什麼... 講那些... 講那些... 他的那種什麼... Topology... 對不對... 就是講那些很抽象的東西... 然後呢... 另外一門科目呢... 叫做什麼... 叫... Compute Graphics... 才是那些很酷很炫的東西... 但很多同學都搞錯... 不然說我以前讀書的時候... 我也搞錯... 就是這個圖論... 然後數學系呢... 還會有更抽象的... 數學系就是... 透普學... 就整個東西更... 更抽象的去呈現... 所以呢... 比方說他會有些... 叫什麼... 倫世術啊... 好... 總之呢... 就是... 要在數學系呢... 讀完呢... 其實是蠻困難的... 因為那個東西很抽象... 對不對... 就是你剛才知道... 就是... 上個數學系就要去研究什麼... 1加1為什麼會等於2... 你說這不是廢話嗎... 連我的女兒... 我女兒一歲半... 她就會1加1等於2了... 就是我以前就跟她玩這個遊戲嘛... 在1... 然後在... 對不對... 就是... 我... 我大概他... 他這個... 有4例... 有辦法看清楚的時候... 就是... 小孩子大概是... 呃... 4個月以後呢... 對於手指頭就可以看得比較清楚了... 所以我就一天到晚就跟他比這個東西... 然後什麼... 10的一半是5啊... 這種... 反正我就是... 就是在他... 兩歲以前就教他... 好... 那最近在教那個... 最近在教他正值表... 就那個標懷... 就是班人的正值表... 我想證明說... 3歲小孩就可以教那個二進衛... 因為... 因為我不知道... 其他老師怎麼教小孩子... 但是我覺得這件事可以做... 那... 所以我在這邊講說... 不是說我女兒聰明的嘛... 就是說... 呃... 就是說... 在... 這些很基本的東西... 在數學系這很難... 對吧... 就是... 像我以前... 我也覺得我師數學很強啊... 對不對... 就是... 我以前在台中中... 數學是排... 就是... 千分之... 你懂嗎... 就千分之一嘛... 可以那個什麼去奧林匹亞那種... 那但是呢... 就是... 考真的去數學系那個數學導論... 快哭出來... 什麼鬼啊... 我記得印象深刻... 就是... 我也是考那個高等為積分... 然後考一個15分... 快哭了... 你知道嗎... 但是就是在一樓... 不能跳... 就是... 快哭了... 然後後來... 我就這樣看... 說靠... 隔壁八分... 零分... 四分... 兩分... 欸... 我15分... 竟然怎麼知道啊... 15分竟然是... 高於平均... 然後呢... 最神奇的地方是什麼... 班上還有一個同學竟然拿到95分... 我... 為什麼15分... 他拿95分... 後來發現... 靠... 人家是馬來西亞... 全國第一名... 但是... 因為為了要省錢... 不去... 新加坡讀書來... 成大讀書... 但是... 整個新加坡的第一名... 好... Anyway... 我去上數學系的課程很挫折... 那我相信那個同學也是一樣... 在成大數學系就很差... 他多差呢... 他就是倒數... 前三名畢業的... 就是反正... 基本上數學系他就不想讀啦... 但是你知道嗎... 就是... 你說為什麼要讀數學系... 因為他選了成大... 就是... 因為... 他那個分數... 就只能上成大數學... 你懂啦... 就是... 連什麼... 連什麼大七七都選不到的嘛... 所以呢... 就是說... 他讀的就很辛苦啊... 然後... 其實說成績很差... 然後... 他後來呢... 一樣... 我也是... 引導他去聯發科面試... 那你面試的時候呢... 就會遇到很有趣的事... 你就說... 你要去看成績單... 蛤... 你成大數學倒數第二名畢業的... 你要知道... 很多同學... 很多在聯發科都是... 都是書卷講... 那這時候呢... 很好用... 你知道... 就是要怎麼講... 他說... 我就跟他講... 你自我介紹的時候說... 我是某某某... 就像各位看得到的... 我的成績單... 的確就是成大數學系... 倒數第二名畢業... 而且呢... 我之所以是第二名... 是因為第一名... 本來要被退學... 那被系主任救回來... 所以... 原本我才是最後一名... 那你就是把這件事講得大聲... 我為什麼... 最後一名... 因為我就是不想要讀數學... 但是呢... 我很清楚... 我不想讀數學... 所以我花很多時間去什麼... 寫程式... 我花很多時間靠自己學習... 所以我在沒有人指導的教育下... 我做了... 這個專案... 這個專案... 然後後來呢... 也... 應屆... 考上... 成大電機所... 就類似這種... 然後呢... 成大電機所的時候呢... 老師也是看我成績很差... 也不想知道我... 但沒關係... 我知道... 我這種人就怎樣... 就是後發先制... 所以我也是做了... 這個... 所以你看... 這個其實... 就是... 這樣的介紹呢... 其實說真的... 人家就會對你... 印象深刻... 它不見得一定是... 多好的介紹方式... 但是就是... 你這樣子介紹的時候呢... 人家... 今天問你很難問... 而且呢... 你講那幾個東西的時候... 人家講會很震驚... 然後... 忘記你後面在講什麼... 因為... 就是... 很少人可以把自己... 很負面的今天... 講得很正... 但注意... 這次要練好... 他那個錄影錄了好幾次... 我們這本課呢... 會... 是可以帶手機的... 而且... 一定要帶手機... 因為你上課要把... 那個... 面試的過程錄下來... 然後... 所以他那個練了... 練了很多次... 應該練了三四十次... 就是講這個... 尤其是那種外面看起來... 很像南部... 比較... 憨憨憨憨的人... 就是那種... 本來講就是... 比較... 那個字叫什麼... 就是... 憨憨... 就是那種... 樸實啦... 就是你看... 如果樸實人突然講... 剛剛講的那些話... 講得很清楚... 所以你後面都忘記了... 那你會幹嘛... 認真地把它履一表... 其他地方都來看一次... 喔... 你說你做過什麼什麼東西... 就開始問... 然後呢... 注意到那是要套招的... 你要搞清楚那個... 那個職學剛好需要什麼... 所以... 那你就說... 喔... 你說你... 智學很厲害... 那你有辦法做什麼東西嗎... 我超級這麼會... 因為你搞清楚人家要什麼啦... 所以注意到... 這個東西是需要套招的... 所以最好地方是什麼呢... 最好是... 比方說我在聯發課當顧問... 搞清楚那些職學是什麼... 我跟你講說... 這個東西怎麼做... 需要做什麼要調整... 好... 然後呢... 注意到另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其實說真的... 很多東西呢... 就是技巧... 呈現方式而已... 什麼都是假的... 辦公室獲利才真的... 尤其呢... 作為一個主管... 不是最高階的主管... 你要想... 就是... 卡在中間主管呢... 你遇到絕大多數都是卡在中間主管... 你不會遇到... 最top的主管... 你很少遇到啦... 就是... 你很難直接遇到最top的主管... 你終於遇到中間... 中間說真的... 他很難做決策啊... 所以你看... 為什麼很多主管會看學歷... 這倒很簡單... 你看喔... 如果一個... 一個什麼... 一個無縫科大的學生... 到聯發科工作... 然後另外一個是... 台大電機的學生... 到聯發科工作... 一個無縫科大跟聯發科技的... 這兩人剛好都把專案搞砸了... 喔... 你看喔... 那個主管的... 中間的主管說話的方式就不同了... 那... 那中間主管說... 哎唷... 我就跟你講... 你幹嘛錄取一個無縫科大的... 你看... 他做了什麼東西... 跟你講以後不要再錄取... 那個莫名其妙... 什麼奇怪的學校... 注意到... 我沒有對無縫科大的什麼惡意... 我只是需要一個例子... 好... 那... 或是什麼稻疆... 稻疆退場... 就是... 你懂意思嗎... 那HR就說... 對啊... 我就跟你講... 不要錄取這個... 如果是台大電機... 然後做爛的... 說真的... 我遇過好幾次... 好幾次... 注意到... 台大電機也有做爛的... 好幾個... 好... 大於五... 好幾個... 那這時候一定會說什麼... 啊... 這個是... 俠不掩餘啦... 啊... 你懂意思嗎... 所以學歷有時候呢... 他的存在目的就是為了... 中階主管... 還有HR... 去... 脫折的... 對不對... 你看... 就同樣把專案搞砸... 因為很多時候... 專案搞砸是... 會遇到的... 因為很多專案都是... 在最後一刻才交給你的... 所以很容易失敗... 不要說他們會失敗... 我做也會失敗... 尤其是快老二... 就是... 聯發科很喜歡講這種話... 就是那個... 一代拳王... 就是... 一定要是最後一刻... 然後用最少資源... 做出最大的效果... 台灣人很吃這一套... 但是說真的... 那種失敗率超級高的... 你想就是說... 平常沒有在跑步... 然後突然幹嘛... 突然你要... 你要去跟那種... 賽跑選手要PK... 偶爾會贏的嗎... 因為... 人家可能會跌倒嘛... 人家可能會失誤... 但是說... 自己被調台的機會更大... 那台灣公司很吃... 就台灣公司很吃這一套... 然後所以注意到... 就是你的履歷表要引導... 你可以做什麼... 不用說很會什麼... 說真的不需要... 你不是走... 大神路線... 我也沒打算... 去教那麼大神... 因為我沒有能力去做這件事... 但是... 但是呢... 你的履歷在呈現的話... 其實要... 把這件事... 考慮進去...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你需要高度客製化的一個因素... 好... 接著我們來看履歷... 注意到... 一個... 像聯發課來講的話... 人資跟相關的主管... 為了一個職缺瀏覽... 500個以上的檢驗是會發生的... 公司其實花了蠻多錢... 去處理這種事... 不管是人... 還有是相關軟體都買的... 然後... 這不是秘密喔... 甚至有些東西跟人工智慧有關... 你可以查一下... 用英文去查... 就是什麼Resume... 那些什麼Matching... 再加上那種...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就是... 這其實蠻多公司... 幫你們都花很多錢... 去投入這種東西... 要說真的... 要能夠... 簡短的看出你的特質... 所以注意到... 你的特質不是說... 你比今天多強... 其實不是... 最主要其實是說... 這個職缺在這裡... 對不對... 因為它是一個交易... 注意到... 它是一個交易... 這個交易還包含說... 一個月要給你多少錢... 懂得懂得懂得... 所以... 那個責用... 你腦袋想知道... 你要是遇到那些大神... 那這個職缺一個月就... 只開6萬5... 對不對... 那大神會去嗎... 偶爾會被騙到啦... 但是就是... 你知道嗎... 那但是你的機會就在這裡... 我一個月就是6萬5... 甚至你給我6萬3... 6萬1... 只要比6萬多我就做... 或是說... 你底薪給我5萬5... 底薪給我4萬... 然後... 更多給我加班費... 給... 給好給滿... 我也做... 對不對... 你知道很多人吃... 很多人是OK的... 大神當然不行啦... 但是就是... 你懂啦... 那這個其實就可以寫... 懂意思嗎... 所以... 你看到這個東西... 其實有個很重要的地方在哪裡... 就是... 你不能寫得很清楚... 講這個一次... 但是你可以說... 我在很短的時間去克服什麼問題... 你可以有這種... implication... 就是那種... 隱含意識... 這個... 我們在製作上課... 有一個教育... 怎麼去寫東西... 好... 那所以呢... 最好就是有個實際例子... 只說自己用過什麼東西就不夠了... 然後你要說... 比方說... 你可以說... 某一個開運專案... 為什麼開放原始法專案... 為什麼重要呢... 因為它很容易被檢驗... 或是有一個類似的專案... 特別是你在介紹的時候... 自我介紹的時候就在講... 類似的東西... 然後... 然後呢... 當然說... 你正在跟某某公司在面試... 其實也是一個什麼... 也是個談判籌碼... 你講一件事... 就是... 聯發哥打電話給我說... 你明天可不可以來面試... 我說... 感謝貴公司的邀請... 但是呢... 我已經在跟Google面試中... 我必須誠實的告訴你... 我真的跟Google面試... 所以... Google面試有很多關... 然後... 我不能告訴你現在哪一關... 這是機密... 就是你... 故弄玄虛... 但從路到尾可能就是... Google... 校園真材... 你回信給他... 這也是... 那反正就是什麼... 就是... 這也是一個... 智台成長的方式... 就是... 你可能沒有做過什麼了不起的事... 但是這個... 你第一個不能說謊... 但是你可以... 調整一下那個... 順序... 就是... 最終每個事件都不能說謊... 但是那個順序可以調嘛... 對不對... 你可以因為什麼... 我因為考上台大醫科... 所以我發現我對... 治療人類... 的疾病是有什麼... 很大的抱負... 對不對... 很多不是啊... 就是考上台大醫科啊... 對不對... 就是... 像我那些高中同學說... 那沒什麼愛心的啊... 那個... 上那個解剖課很痛苦啊... 那看到同學在玩那個... 青蛙那個... 拿那個針... 啾啾啾啾... 對不對... 就是... 你知道嗎... 這... 上天有好生之德... 對不對... 就... 所以我去看病的時候... 有一陣子身體比較差... 我就常常去看病... 然後每次我就要認真看那個醫院... 有沒有認識的同學... 有一次就真的遇到... 想著我同學... 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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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就是... 二陣是我同學... 是我去一陣... 結果沒想到... 我同學突然來支援一陣... 你知道嗎... 然後... 然後... 那現在超好笑... 就是... 他說... 喔... 不要... 趕快... 他說... 不行啊... 這個... 你解采一次... 我說... 沒關係... 該補多少錢... 趕快... 我不想看到我同學... 所以... 注意到... 簡歷不是說... 你從哪裡出生... 這個... 什麼... 人生哲學... 不是... 你的簡歷要圍到什麼... 之前... 當公司獲利... 然後... 你在... 半年... 一年內... 可以為公司做什麼... 一定要有這個... 這很重要... 就是... 其實... 因為說真的... 絕大多數人都不是大神... 但是我們的策略是什麼... 因為... 很顯然... 公司就是... 不想請大神... 因為請大人... 不會是這樣請的... 我跟你講... 什麼叫請大人... 大神的方式... 我舉個例子... 給你做參考... 就是... 我之前在逛那個... 在滴卡的時候有人說... 這個什麼... 說什麼... 說什麼... 大學沒有畢業... 照樣也是什麼... 可以被聯發課錄取... 沒有的嘛... 我沒有被聯發課錄取... 是聯發課的總經理... 寫信問我... 要不要去聯發課的... OK... 我沒有印證那家公司... 懂我意思嗎... 所以... 人家真的要找你的時候... 就是這樣找... 不是... 不是... 你去... 印證... 懂我意思嗎... 所以... 就是... 絕大多數人... 是很難遇到這種事啊... 你說我那時候... 遇到這種事啊... 因為那時候... 剛好聯發課投資失敗... 就是你可能知道... 你可以去查一下... 聯發課最早... 不是投資Android... 聯發課最早... 是投資Windows... 但是... 那時候... 聯發課跟Microsoft合作... 遇到很大的困難... 就是... Android已經起來了... 但聯發課... 竟然... 手上一個Android工程師都沒有... 所以那時候... 其實... 尤其在2010年... 是一個很嚴格的挑戰... 就是那時候... 什麼白牌手機... 你可以查... 你很難想像說... 聯發課在... 也有過去那一天... 就是你可以查查看... 尤其2010年... 有人都說... 聯發課會倒啦... 說什麼... 山寨莫子講得很難聽... 但是我就那時候加入了... 加入那個... 聯發課的... 因為... 連總經理都寫信給我... 對不對... 我那時候接到電話... 他說... 他說我是總經理... 我說搞屁啊... 真假的... 然後... 是真的... 你懂我意思嗎... 但是... 那就是死機... 你說... 這件事擺在10年後會不會發生... 感覺不會發生啊... 對不對... 就是... 現在聯發課根本不需要我啊... 你懂我一點嗎... 但是... 在2010年是需要的... 因為那時候公司... 一個Android工程師都沒有... 而且那時候... 其實很多人不願意加入聯發課啊... 你懂我意思嗎... 我那時候本來要加入高通的... 但是就是... 其實增長滿久的... 就是... 你懂我意思嗎... 本來就已經要決定要加入高通了... 但是聯發課來找我... 然後... 那我去高通的話... 很可能是... 可能就一個小主管吧... 那在聯發課... 很可能就一個... 我也不知道會變什麼樣... 但我就試試看... 而且我還跟高通說... 請你等我半年... 我要... 我要... 我要花一點時間去... 去思考人生... 好... 不過高通一下也知道... 知道我跟聯發課... 那時候還... 還笑我一大堆... 好... 就是說... 很多時候呢... 我們... 做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 我們要... 當然你要先確保你是中上... 如果你還沒到中上... 趕快去補強... 那你中上之後呢... 你可以去想... 其實... 因為你看喔... 你跟那些大神... 是不同的競爭方式... 他們的... 他們... 他不是投履表... 是公司主管... 公司高層職業去找他們的... OK... 所以你... 他們不是跟你同樣的競爭方式... 所以你不用去管他... 不要一直看那些大神... 你要想的是... 跟你... 程度差不多的... 其實人數很多的... 對吧... 你想就是說... 你看同樣是... 成大... 你看... 成大來講就很明顯嘛... 就是扣掉成大一課以外... 其實大部分的課系分數不會差多少... 對不對... 你看就是從那個什麼... 成大化工啊... 成大大器啊... 成大... 成大... 成大什麼... 成大... 對不起啊... 成大系統... 傳播... 但是你懂啊... 什麼成大航太... 其實分數不會差太多... 那問題啊... 你要怎麼脫影而出... 說真的... 這個東西呢... 就很關鍵... 就是... 你今天介紹自己的時候... 你那個例子... 跟這個公司的需求... 是不是有相關的... 然後注意到呢... 你不能說... 只說改正效果是不行的... 你要給數字... OK... 我們給你一個實際例子... 等一下... 數字... 所以比方說呢... 你這個... 你第一個人... 你不能寫說... 我學東西學快... 不要... 你要說學很快... 你就要告訴說... 我什麼... 真的給數字... 然後呢... 反過來說呢... 一個人... 做個年輕人... 如果沒辦法快速學會東西... 說真的... 你不用找工作了... 年輕人... 唯一讓人家... 會有印象深刻的... 就是學東西快... OK... 沒有包袱... 這是人家對年輕人的期待... 所以你不要... 寫這個東西... 所以你要真的寫東西是什麼呢... 比方說... 你要寫東西是像這種... 就是說... 我同時維護了... 689台... 然後上線率... 達到99%... 然後呢... 比方說你去參與... 就是... 所以為什麼實習很重要... 因為這些數字都可以寫... 然後呢... 當然... 你不能寫得太明白... 就是... 你要給數字... 但是不能寫太明白... 最好是... 稍微... 做個調整... 比方說... 以... 每日流量多少為例的話... 那這樣的話... 我們提升多少... 類似這種話... 然後... 所以... 數字... 所以... 其實你想... 尤其你現在是研究生... 你現在大學生的話... 你要想... 我接下來做事... 都要跟數字有關... 所以... 比方說... 你如果上過其他課的話... 我都要求你... 大量要做Benchmarking... 大量去做分析... 為什麼... 就是數字... 很多人... 即便是已經在工作的人... 我覺得很遺憾的地方是... 為什麼... 沒辦法再... 更上一層樓... 就是往往... 你要叫你拿數字... 拿不出來... 你說你熟Linus... 那請問告訴你... Linus... 哪一個地方你做的... 喔... 我是使用者... 你是使用者的也好啊... 所以我管過幾台... 喔... 我管過很多台... 可是我想不起來... 相怨... 好嗎... 相怨... 對不對... 你想... 什麼都是假的... 幫公司獲利才真的... 你說你可以幫公司獲利... 你拿東西出來... OK... 那反過來說呢... 像那種... 像那種... 做Marketing... 做那種Sales... Presales... 有蠻多那種... 講數字很會的... 他不是工程師... 他講數字很會... 那工程師看不起這件事... 但是說真的... 那個東西是絕大多數看得懂的... 對吧... 你看... 就算你考慮一個HR... 它可能是歷史CBA的... 但你看到他的數字... 嗚呦... 好厲害喔... 上限力到了99%... 好厲害喔... 然後... 這個東西提升... 提升了3倍... 提升了10倍... 好厲害喔... 但是你想看... 很多時候只是換個演算法... 他提升10倍... 或者更多倍都有可能... 對不對... 而且很多時候只是一個... 只是一個... 說法... 對不對... 然後... 你的數字... 所以注意到... 如果你現在... 短期間想不到數字... 也不用太著急... 你就是要... 就是規劃... 一定有這個數字... 所以你現在開始去乘的數字... 都來得及... 然後再來是什麼呢... 就是... 公司... 在意的部分就是賺錢... 那就是... 賺錢有多方式... 就是說呢... 比方說... 你一定聽過的字叫什麼... 開源節流... 好... 我們休息一下... 休息到... 休息到什麼時候咧... 休息到... 214... 2145... 現在呢... 我們來講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 呃... 很多人呢... 寫履語表呢... 其實真的是... 燒不照養出啦... 什麼管社會... 我擺脫這個... 真的搞不清楚啊... 你看就是... 鳥哥的私房菜... 鳥哥是我們成大那個優秀的什麼... 優秀的校友... 對不對... 他的... 鳥哥的私房菜呢... 他可以幹嘛... 就是... 很多人... 讀了鳥哥的私房菜... 就算不是他的學生... 買一本他的書... 或是線上看一看... 但是... 說真的... 我們要講出你的差別嘛... 對不對... 所以比方說呢... 你要搞清楚說... 你東西是... 對Linus是... 對核心的認知是多呢... 是對... 特定的這種... Domain的東西認知多呢... 甚至... 你是不是有一個... 真正的一個例子啊... 要說你就真的去... 去什麼... 去改... 改進這個Linus的系統... 跟這個... 整個這個... 應用的這個小能... 對不對... 就是說你是不是能夠... 建立什麼... 對應的圖表啦... 然後... 知道他的... 整個... 整個系統的... 對不對... 對不對... 你在宿舍... 擺一台電腦... 這個叫管Server... 對不對... 但是... 你管一千台也叫Server... 這個差別是很大的... 但是說... 我怎麼會有管一千台Server的機會... 同學有個東西叫信用卡... 你知道嗎... 對不對... 你可以... 建很多Virtual Host啊... 同學... 對不對... 你又說... 我在做Simulation... 所以關鍵很多時候是什麼... 數字... 怎麼去呈現... 然後注意到不能騙人... 但是你可以怎樣... 把那個... 你的... 效益彰顯... 這也是為什麼要來上課... 對吧... 因為... 我認識你... 越... 認識你越多... 我就不辦法... 去針對東西去寫... 好... 然後呢... 再來什麼呢... 有些特質喔... 很多同學就寫一些特質說... 什麼樂觀進取... 拜託... 樂觀進取可以幫公司賺錢嗎... 不行... 你只有那個... 不會跳樓... 對不對... 因為不跳樓... 對公司來講比較重要... 因為不跳樓不會上... 不會上新聞... 你知道有些... 公司不喜歡這種事情... 那說真的... 但是樂觀的會不會跳樓... 樂觀的也會跳樓的... 對不對... 鄭南龍也是很樂觀... 但是他就是為了更... 更大的目標... 他只好人... 只好犧牲自己... 但還是... 他本質上還是樂觀的人... 所以注意到... 下次不要寫什麼樂觀進取... 這種東西啦... 這種沒什麼屁用... 但是你可以寫一些客觀事情... 好... 比方說你有在一些科技... 然後會有發表過什麼東西... 好... 有待過人... 其實當過mentor... 這種經驗其實蠻重要的... 好... 但是呢... 大學生... 有些社統... 我很不喜歡那邊說... 他會一直講說自己是老人老人... 就是有時候... 就是有時候... 我去那個什麼... 那個... 娛樂街吃那個噴... 好... 吃那個飯... 同學都說噴... 我不想跟著念噴... 其實娛樂街還不錯啦... 我很喜歡娛樂街... 然後呢... 有時候就聽同學講... 哎呦...我們這些老人... 然後就隔壁聽... 嗯... 不就是大學三年級老人老個屁啊... 那...那...那...那我怎麼辦... 對... 你懂得意思嗎... 就是... 這種東西就要以老賣老... 就是說... 哎呦...我們這些老人... 帶什麼社團... 就是一直放執照器... 然後這個就不好... 就是... 我們今天... 當個mentor... 最重要的是什麼... 比方說呢... 你去引導一個人... 原本他是很避暑的... 然後但是... 他也可以去... 帶活動... 或者說呢... 你今天是... 辦一個... 一個校技活動... 那這個東西... 本來在運籌帷幄啦... 或者在聯絡上... 很大困難... 但是你善用工具之類的... 這個東西其實可以寫... 但是呢...就是... 注意到... 不是那麼多公司... 在意這些事... 但是這個東西呢... 就是... 在面試... 不知道在面什麼鬼的時候... 這可以拿出來用... 好... 那面談... 我們剛剛講過了... 就是像剛剛那個例子... 就是... 陳大叔學弟... 倒數第二名... 其實他應該是倒數第一名... 就是因為... 最後一名被保了... 所以他是倒數第二名... 然後... 這個東西呢...就是什麼... 很多同學就是... 想要避重修行... 我跟你講... 不要避重修行... 因為人家就會看... 你要想啊... 你去面試的時候... 尤其是... 尤其是上市公司... 就算主管沒發現... 那個HR早就畫了... 是什麼... 哎呦... 他的這個資料結構... 被盪掉過耶... 或是說... 欸...這個... 某某... 對不對... 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 就是學生是那個... 轉系的... 然後呢... 然後去抵學分的... 就是... 他們都會標... 所以呢... 你就再有一套說法... 我就插... 然後再怎樣... 就講出來... 為什麼插... 但是注意到不能說謊... 就是順序可以調... 但是不能說謊... 所以比方說... 假設你今天... 作業熊被盪掉... 然後呢... 但是你之後呢... 有參與到Linus科目開發... 然後你就說什麼... 對... 我作業熊被盪掉... 而且呢... 是盪掉分數很低... 就是我盪掉分數是... 拿了30分... 為什麼... 我上課跟老師起衝突... 我上課跟... 因為... 說... 你就想... 我特別印象很深刻... 老師說什麼呢... 老師說呢... 那個... Linus的排程... 是那個... Linus的排程... 是... 動態排程... 我說不是... O1Schedule是... 去行銷自己... 老師沒有要理解... 因為老師不懂Linus... 因為孔書寫錯了... 所以... 那個老師就跟著念錯... OK... 這就是什麼... 這就是一個策略... 但是... 不能說謊... 但是你可以調一下... 有些東西可以稍微放大一下... 就是... 具體事情... 比方說... 你跟老師吵不架... 這件事是不能... 不能有錯... 最好那個時間點講出來... 所以... 我既然得罪老師了... 而且這個老師的心胸比較狹隘... 所以... 拿30分呢... 是必然的... 但是... 我後來就知道什麼... 這個我當然要怎樣... 你把定時學好... 然後... 關鍵的地方是什麼... 關鍵的地方是... 人家就... 本來是在... 戳你... 那你就是要引導... 但是注意到... 這些話呢... 要練... 你看... 我剛剛講的時候有停頓對不對... 不行... 人家就覺得很假... 你要一直講... 一直講... 拿手機出來... 然後呢... 那個tempo超重要... 人呢... 很有趣... 人呢... 就是大概... 我的經驗是這樣... 15秒到30秒... 15秒到30秒... 一定要餵一個東西給他聽... 我就是... 我為什麼要做這種X... 就是跟老師起衝突... 而且是什麼... 他就對科羅不懂... 對不對... 就是... 就是... 你看... 我剛剛講那麼多大計畫... 我剛剛看時間... 你知道多少秒... 21秒... 就是30秒內... 一定要把這種話... 尤其衝突的東西講得出來... 但這要練... 然後... 所以你看... 就是... 當然就是... 你要個補救... 你不能說... 我前面強詞多理... 然後... 後面被人家打臉... 不行... 但是就是... 因為... 尤其... 在一些知名公司... 像聯發科啦... 或是Google... 他有很多那種知憂生... 或是說... 很多那種... 很在意成績的... 正常的吧... 所以... 他們就對那種某某成績... 他就... 有時候會吃自己的... 或是說... 有些還會遇到什麼... 就是... 你知道有些科就是那種... 同樣是... 比方說... 那個資料結構... 他可能有分A班跟B班... 但A班跟B班的... 評分方式... 落差很大... 可能就是... B班的可能... 評分特別鬆... 他說... 你修B班的耶... 他不會故意講哪個老師... 但是... 你修B班的耶... 你為什麼要修B班的... 是為了困成績嘛... 對不對... 這時候你要怎麼辦... 那時候是我大學三年級... 我跑車檔很忙... 所以我必須承認... 我那時候... 一心一力都在大學車檔上... 所以... 我那時候沒辦法... 花太多時間在科目上... 所以我做了選擇... 我相信是很多人會做的事情... 就是... 確保說... 最低的頭目可以拿到學分... 但是我後來也很後悔... 所以... 花了很多時間... 什麼... 然後注意到... 你在講話的時候... 不需要兩手空空... 你可以拿東西出來... 必要的時候... 拿一些... 拿一些什麼告示牌... 什麼鬼都可以... 拿你的筆記本出來... 然後最重要是翻了要很快... 這些也是要練... 然後... 所以這些東西都是尖銳問題... 而且你看... 這些東西你們發現... 你看我講這個東西... 是不是很激動... 是不是讓你... 印象深刻對不對... 因為... 多半的時候呢... 我們... 不是這樣講話的... 但是這一講呢... 其實很有用... 然後... 最重要就是要引導... 因為他本來就是想要問A... 但是我就引導到B... 引導到C... 最好是引導到... ABCD... 就是引導那個D... D就是什麼... 你有優勢的地方... 因為你身上一定會有些優點... 你不可能完全沒有去... 沒有優點... 你說... 我不習成事... 我習得真的很廢... 但是你想想看... 原來發生什麼... 你社交很廣泛... 然後又什麼... 你做什麼東西很厲害對不對... 就是... 就是... 你要搞清楚人家... 剛好是什麼... 剛好這個職權... 當然你要先打聽... 要去做分析... 好... 然後呢... 在什麼呢... 這過程中呢... 我希望任何來思考啊... 就是... 你可能需要一些... 搞清楚人家的戰場在哪裡... 那我們現在沒辦法講得很... 很明白... 因為現在有錄影... 有些東西沒講得很明白... 但是你大概知道我要講什麼東西... 好... 然後呢... 這本課開來... 主要的還是希望針對... 在校學生... 因為你有足夠多的時間... 即便你現在是碩士班學生... 即便你現在是碩士班二年級... 其實還是有足夠的時間... 你還是有好幾個月... 所以你在畢業前呢... 可以準備好作品... 而且你不是盲目準備... 你是真的搞清楚人家要什麼... 想清楚人家要什麼... 對症下藥... 好... 那我們這本課呢... 跟我過去的上課風格有點像... 我們不會點名... 但是每週都會問答... 就是有模擬面師跟一般討論... 然後呢... 再來是... 我們的評分方法很有趣... 就是我們有50%的分數是自己打的... 對...不要懷疑... 就是50%自己打... 絕大多數的老師不敢幹這種事情... 但是我做了... 就是反正... 我跟各位講過了... 我不在意學校把我... 會不會把我趕出去... 反正... 也不壞嘛... 對不對... 但是呢... 但是呢... 我希望那你就想好了... 就是... 比分數更重要的事情... 就是你有沒有需要東西... 好... 然後呢... 這個... 我很重視問答... 所以... 雖然我們不點名... 但是... 我希望... 你還是可以盡量去參與... 好... 然後除了這以外的話呢... 我很強調這個... 誠實面對自己... 就是... 有時候... 有些事真的很... 很... 會很讓人家傷心... 就比方說... 我們會摸裡面的事... 有時候把你問到那種... 體無完膚啦... 其實說得很... 那很痛... 對不對... 你有沒有想過就是說... 好... 你想個簡單事情好了... 像... 你看... 你從建國中學... 成功高中... 台中中... 北女中... 然後台南女中... 這些一流學校畢業... 那上大學的時候... 老師就說... 你們高中學的都是屁... 我說... 我沒有學屁啊... 然後我問你啊... 請問... 你在... 高中的時候... 學雙曲線在幹嘛... 喔...我記得雙曲線公司啊... 就是什麼... 那我問你... 手機裡面哪裡用到雙曲線... 喔... 手機裡面有跟雙曲線有關係... 有... 好... 給你一個提示... 通訊... 喔... 我不知道耶... 滾... 你看...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 如果... 就是... 這就是... 我要搞你就這樣搞的... 懂我意思嗎... 就是說... 就是... 有時候我會做總事... 就是... 讓你了解說自己... 確認那些... 因為說真的... 很多問題呢... 其實... 很容易怎樣... 很容易就是... 尤其在台灣啦... 因為台灣... 你如果前面表現得很優秀... 人家有時候會故意給你腦筋幾段... 他可能不是故意要搞你的... 但是... 說真的... 你很可能因為這些問題被... 打趴... 我自己... 也遇過好幾次... 就是說... 呃... 就真的叫我當場去推倒... 那個什麼... 當場叫我... 算那個微積分的... 就是... 這是我... 真的遇到... 將近二十年前... 我那時候想到一件事... 我沒有大學學歷... 但是呢... 我不甘心... 只是去做一個Tony Q... 就Tony Q... 你懂吧... Tony Q... 寫成是... 可能還不錯... 然後最終是很會講... 但是你叫Tony Q... 就算數學不行嘛... 你知道意思嗎... 我不想要被人家認為是Tony Q... 就是... 顯然Tony Q... 加上去算微積分... 那就不行嘛... 加上去算那些什麼... 那個微分方程啊... 什麼就不行啦... 對不對... 但是我不甘心... 所以我那時候二十年前... 我就幹一件事... 我就去做Codec... 就是做那個多媒體的Codec... MPEG-4... MPEG-4... MPEG-2... 然後... 然後還有像那個... G.729... 就是還需要數學的... 因為... 我知道一件事... 就是... 如果我沒辦法... 在這個行業... 做一點成績出來... 沒有人會說數學差... 而且呢... 這東西夠難... 即便是學Compute Science... 很多人也... 講不出... G.729... 那些... 那些 Speech Codec的運作原理... 所以像以前... 我以前去代表公司... 去做一些報告... 做一些那種... 人家... 就叫我大特王... 因為人家以為... 人家以為我是博士... 你知道嗎... 而且... 年輕輕就當博士... 沒有... 對不對... 但問題來... 在面試的時候呢... 就很容易被刁難... 所以那時候... 那時候也是... 面試到快哭了... 就是... 他就不相信我會算數學... 就是真的... 就出那個... 出一個什麼... 分不積分的數學... 就叫我當好算... 然後不然就是那個... Nyquist Shannon Sampling Theory... 反正就是有很多東西... 就叫我當場證明... 那我就... 我就... 真的是... 都快哭了... 因為這是很神奇啊... 就是... 因為他們面對那種... 台大電機的畢業生... 是不會問這種問題的... 但是面對我這種... 自稱... 因為我以前... 寫... 那個履育表怎麼寫呢... 我就在履育表上面寫... 比照碩士... 他說... 你比照哪一間學校的碩士... 你認為說... 台灣有多好的學校... 就是那個學校... 那當然他就不以為來了... 就開始問一些問題... 就真的是... 當場叫我出那個... 出證明題啊... 而且真的要證明那個... Nyquist Shannon Sampling Theory... 那個... 超級長的... 正老半天... 然後呢... 你以為這樣結束嗎... 就會還問我說那個什麼... 問我一堆那個... 光學的... 還好我還是略懂啊... 就是照了一些認知啊... 就開始寫那個... 波動方程... 然後還有一個更機敗的... 就跟我... 問我薛丁格... 我就很生氣說... 我說... 這樣子好了... 你可不可以讓我... 上網十分鐘... 那我... 我當場... 就上網十分鐘... 讓我... 學習一些東西... 然後我... 當場跟你報告... 就類似這種... 反正就是... 說真的在台灣... 就是要搞你... 很多種搞法... 說真的你只能... 武裝... 用知識武裝自己... 好... 那... 我覺得... 度過那一關之後... 就... 就還不錯啦... 就說真的... 就是... 因為做東西夠難嘛... 所以你看... 就是... 像我以前去做那些Codec... 做... 不管是多媒體的Codec... 然後來去做CPU... 那其實都不夠夠難... 所以... 很多時候人家都... 真的就把我叫大特王... 就是... 我被誤會很久... 因為我做很多題目都是那種... 看起來是博士在做的... 甚至有人... 就是... 講一些東西啊... 人家以為說我的博士就做這個P... 我還沒開始寫... 好... 但是呢... 你不需要跟我這樣子... 因為說真的... 我那時候也是為了去爭一口氣... 然後...之類的... 那就是... 你要挑戰現在的產業... 其實很辛苦... 好... 那我們在這麼一個課呢... 其實要做事很簡單... 你跟我都可以過更好的生活... 所以我們可以逐步去... 逐步的落實... 好... 你不需要像我過去那樣子... 真的是為了要滿足一些人的期待... 做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說真的... 那種患得患失很難過... 像我以前算那些工程數學的時候... 就是... 晚上在辦公室算數學... 算都快哭了... 就是... 就是... 我真的不會數學... 就是那個工程數學... 我真的沒學過啊... 就是... 其實我不是沒學過啊... 就是上大學的時候... 我跟我學弟講... 我跟學弟講... 學弟... 我教你電腦寫程式... 我免費幫你寫程式... 我還送你電腦... 我說... 你怎麼對我那麼好... 你去幫我考工程數學... 對... 就是... 叫他去幫我作弊... 那... 那你知道嗎... 就是... 那所以... 其實... 這件事後來呢... 也... 也... 蠻荒謬的... 就是說... 我... 工程數學是作弊... 然後... 結果後來到成大的時候呢... 我用了那間教... 學校給我的那間教師... 剛好就是那個工程數學老師... 那個... 教工程數學老師的教師... 因為... 那個教工程數學老師... 剛好他高升... 去另外一間學校高升... 然後... 結果我用他的辦公室... 結果我用他的辦公室... 真的是很丟臉... 因為... 那是我大學少數作弊的科目... 因為大部分科目我都... 不作弊啦... 就是... 不懈作弊啦... 或者直接跟老師說... 欸老師... 那個那個... 我只要61分就好... 但是... 但是... 後來我知道一件事嘛... 就是... 說真的... 我如果要擺脫人家... 對... 我的認知是... 就是... 會寫程式... 但是真的做難的東西... 真的叫你去發專利... 真的叫你去寫論文... 真的叫你去做研究... 對不起... 做不好... 那我不甘心... 但是說真的... 你不需要跟我這樣子過... 因為這樣過真的是... 真的蠻苦的... 那後來有... 當大學教授也是為了... 爭口氣蠻懂... 好... 那... 那... 接下來呢... 那個... 我們的時間表是這樣... 我們這門課呢... 2021年9月開始開課... 那第一次的實體課程呢... 是在9月28號... 因為... 因為一些原因... 我們... 大學那個... 開學時間變晚... 然後剛好又遇到中秋連... 連續假期... 所以... 9月28號是... 正式的第一堂課... 但是在那之前呢... 祝教會陸續發信給你... 注意到... 叫你先做一些功課... 然後呢... 就是... 我最主要想要照顧的族群是... 碩士班學生... 因為說真的... 很多碩士班學生... 真的是... 不需要那麼忙來... 你說你方向找不到... 很簡單啊... 這麼多公司開出旅表... 你就認真把那旅表都少過一次... 你知道人家要什麼就補什麼... 你怎麼會沒有方向... 拜託不要跟我講大計劃... 所以我們現在做的事情是什麼... 是... 搞清楚公司要什麼... 搞清楚自己... 跟公司要求有多大的什麼... 距離... 擬定好策略... 聚焦自信... 甚至你的數論... 現在就可以定案了... 你說我碩士班一年級就可以決定數論... 當然可以啦... 對不對... 你想就是說... 你的老師如果是做什麼... 做影像處理... 然後你就認真看... 台灣哪些公司需要做影像處理... 對不對... 所以... 跟什麼... 跟公司要求有關... 就這樣...聚焦... 然後注意到... 不要... 不要灑到畢業才去投履歷表... 就是... 儘早... 去跟公司主管建立互動... 然後能夠去實習... 就去... 繼續實習... 好... 再來呢... 就是... 這邊是一個... 小結... 就是說呢... 希望你認真想... 你想要過什麼樣的生活... 然後思考... 試了你的工作是什麼... 最後培養... 必要的能力... 不要盲目的去培養能力... 你只是失落而已... 你永遠看著那個唐鳳的背影... 心態... 這不是你要的... 這不是絕大多數人要的... 絕大多數人... 其實可以爭取更好的生活... 大家想清楚... 你所謂更好的生活是什麼... 絕對不是說什麼... 年薪兩百萬...三百萬... 你要想去說... 有沒有可能說... 我可以兼顧我的生活... 跟我的專業... 我不需要... 隨扣隨到去輪班... 有啊... 你都說不需要隨扣隨到輪班啊... 甚至如果說你真的學有所成... 你真的是可以靠你的專利... 靠你的一些什麼... 授權方式來... 盈利... 你不見得要靠勞力... 這是可以做的啊... 不然說你可以去當顧客這樣... 當然... 你要人家要的... 對不對... 就是... 你要想清楚你的... 生活... 所以我希望呢... 你來這門課呢... 也開始講你的規劃... 那我覺得我印起來不錯的是... 我從... 出賣勞力的... 出賣勞力的... 然後到一些授權啊... 或是一些... 談判的... 我剛好都做過... 我沒有說很厲害... 但是就是說... 我有經歷過... 所以可能也可以跟學員幫助... 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 練習刷地扣吧... 就是... 那為什麼要刷地扣呢... 因為... 因為... 認識一個人真的太困難了... 所以很多公司呢... 這個在矽谷呢... 已經好幾年了嘛... 矽谷大概... 14年...15年就有... 類似的... 就是... 就是開始刷地扣了... 好... 我們來給大家... 看看刷地扣的體驗... 比方說呢... 地扣呢... 有個叫... 32... 注意到... 地扣不是說數字越大... 他就越難了... 不是喔... 那個數字只是一個... 只是一個... 只是一個什麼... 一個分類而已... 就是... 其實數字會一直加的... 就是現在... 就是現在已經到四位數字了... 那所以呢... 它只是一個分類... 那就是...簡單說... Nicobet會是一家公司... 然後他去收集很多題目... 他就是... 那... 不然說呢... 之前也會有一些Google的前員工... 去...去...去收集這個... 其實這個蠻有趣的... 就是創造一個生態... 好... 注意到呢... 342呢... 它是Easy... Easy... 但是... 請你不要小看Easy... Easy的東西呢... 其實我蠻多變形的... 好... 那這個題目你看喔... 給你一個整數叫N... 然後呢... 什麼時候會回傳True呢... 是... 它是Power4... Power是什麼意思... Power是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 就是... 密的意思... 就是說什麼次方... 比方說Power2... 就是什麼... 2的1次方... 2的2次方... 2的3次方... 那Power4... 就是... 4的1次方... 4的2次方... 4的3次方... 一直在推... 好... 然後呢... 所以呢... 如果它是Power4... 4的密... 注意到... 不是4的密... 刺... 密... 這個字... 密這個字本身就什麼... 就有刺方的意思...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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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搞錯... 所以... 它叫4的密... 那個密... 然後呢... 所以如果它是... 4的密的話呢... 就回傳True... 否則就是... 就是回傳False... 好... 那這邊有一些... 有一些... 就是有一些... 要求... 那你看喔... 這個... 16... 16等於什麼... 4的2次方... 那5呢... 是4的多少次方呢... 是4的... 這個... 某... K次方... 但是K這個字不是整數... 好... 那4的0次方是什麼... 是1... 好... 那這邊有個要求... 就是顯然這個... 這個什麼... 這是32位元的整數的範圍... 注意到這個... 範圍... 好... 那接下來好玩事情是什麼呢... 好... 那注意到呢... 這個... 就是... 這個其實呢... 有很多follow up... 比方說呢... 你可能會想到一個想法... 是有... 回圈的... 就是... 甚至用詞毀的... 他就問說... 不准你用詞毀... 好... 比方說我們看一個變形... 這邊的變形呢... 就是... 我們給你一個... 指令... 這個指令是像那個... CTZ... Count... 就是... 計算那個尾巴那個0... 好... 所以比方說... 你的... 你的... 32位元整數是這樣... 就是... 最高位是1... 後面是... 00000... 好... 那... CTZ呢... 會回傳多少... 會回傳31... 為什麼... 因為... 從尾巴開始算... 有31個... 0... 好... 那... 如果同理呢... 他是... 前面是... 最高位是11... 後面是0... 那這樣回傳多少呢... 這樣回傳什麼... 30... 這就是CTZ... 好... 那注意到呢... CTZ呢... 在對應到硬體... 現代硬體來講話... 多數的時候都有什麼... 多數都有一個... 對應的那個... 對應的這個... 硬體指令... 好... 那所以... 比方說這裡有一個變形... 就說... 請你... 請你那個... 來... 實作... 用這個CTZ... 這個指令... 來實作什麼... 實作這個... POWER4的檢查... 好... 那我們再看另外一題... 那另外一題呢... 就是... 二元素... 反轉二元素... 就找一個鏡像... 你看到... 這是二三... 對不對... 好... 然後呢... 這... 這題更酷... 直接給你程式碼... 問你說... 第十二行跟第十二行... 可不可以對調... 好... 所以注意到... 出那個題目很多... 很多同學都想... 喔... 我寫很多題目... 但是有時候呢... 我們要聽的是什麼... 變形... 好... 好... 來... 我們休息一下... 我們休息到... 10點... 15分... 請你來想想看... 好... 我們等一下再繼續來討論... 讓各位來想想看... 派友同學不知道這個... 這個什麼... 這個... 連結... 我們把它貼給大家... 你也可以在那個... Facebook討論區... 看到... 這片... 好... 休息到... 休息到... 2215... 我們在看題目之前... 注意到不用太糾結在題目... 其實人家搞清楚... 今天這個... 我們講面試叫什麼... 叫... interview... 各位一起念... interview... 面試是interview... interview的意思是什麼... inter是交互... view是看法... 所以其實... 很多同學把它想成面試... 那其實就錯一半了... 為什麼呢... 因為... 你看喔... 如果是考試的話... 你自己說真的... 你能夠讀到大學... 尤其可以讀到成功大學... 你考試... 你什麼不會考試哲學超貴的... 對不對... 你一定考試幹嘛... 先把考卷讀過一次... 像我之前... 還蠻喜歡看那些... YouTube上的一個... 補習班的廣告... 一方面是要搞清楚... 補習班要怎麼... 要怎麼教學生... 對不對... 就是... 就是... 搞清楚要怎麼... 讓學生開心... 一方面發現... 補習班妹子... 看得... 各個喜好... 所以就是我以前... 花滿多時間... 去看那個... 補教... 然後後來就發現... 有一個洛史老師... 就是那個什麼... 他叫什麼名字... 就是洛史老師... 糟糕... 好久沒看到他... 洛史老師... 就... 蠻喜歡看他的... 就是那個... 不是這個洛史啦... 英文... 不是洛史達啦... 洛史... 好不好... 就把他名字打錯了... 尷尬... 就這個... 就是... 就... 蠻喜歡看他的... 就是... 看他會有一種... 那種... 這種... 心裡會有一種激動... 好... 然後呢... 但是他講那些... 上考試策略我就有點神奇... 對...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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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說呢... 他就教大家怎麼考試... 他說什麼... 欸... 考卷呢... 就是先看什麼... 先看那個... 作文題目... 好... 所以比方說作文題目叫做... Enthusiastic... 就是講什麼... 樂情... 就是說... 或者講一個什麼... 呃... 或者講一個什麼... 嗯... 比方說什麼... Trible... 就是講旅遊... 然後呢... 他就什麼... 他就說... 欸... 那這樣的話呢... 就是... 你先看作文題目... 那看作文題目... 你發現呢... 你一邊看... 那個... 前面作答... 尤其選擇題... 好... 然後之後呢... 再把這個字圈起來... 大概怎麼... 組合起來... 來寫作文... 他就教你這個... 然後這個... 這個方式呢... 他教了大概四次... 就是... 不好意思... 我還不小心算了... 他還輸了幾次... 然後... 所以... 我有點生氣就是這個... 就是... 這就小聰明啦... 這... 這可能... 對我來講很不詞... 但是就是... 但是說真的... 他是對的... 對不對... 就是... 像我今天那個... 上課之前呢... 我還特別問我那個... 問強者我老婆... 對不對... 我老婆是那個... 那個... 政大... 政大高材生... 所以問他說什麼... 問他這個... 這個成語的意思... 來看看... 就是... 就是... 有時候人就會辭窮... 那寫作文的時候呢... 尤其在... 尤其在那個... 尤其在那個... 考試的時候呢... 就會辭窮... 對吧... 那所以呢... 這個... 你... 很清楚怎麼去考試... 尤其在比試... 對吧... 你能夠考上成大... 你不見得特別聰明... 但是... 考試技巧一定有的... 但是面試很尷尬的地方... 不是面試... 我們現在改用... interview這個詞... interview這個詞呢... 它是交互看法... 也就是說呢... 他很可能怎樣... 他就是... 從頭來就問一個問題... 很可能就問這個問題... 你這個問題就算... 做出... 寫出程式碼會動... 還不夠... 比方說... 這題怎麼搞你... 第一個就說... 這裡先給你... GNUD extension... GCC extension... 就是... 有硬體的指令... 然後說... 好... 那如果不給你硬體指令怎麼做... 那你可能就怎樣... 每個bit... 每個bit分析... 那可能就有回圈... 甚至用到遞回... 又可能有回圈... 然後他就問說... 請你把回圈改成遞回... 然後呢... 再說... 請你... 不准用分枝... 不准用分枝... 這東西就難了... 分枝... 什麼東西會有分枝呢... 比方說... if else... 就是分枝... 然後呢... 遞回本身也是分枝... function call... 對不對... 他是一個什麼... 他本身就是branch... 所以這也是分枝... 好... 所以呢... 不用分枝... 意味著什麼呢... 你不能用for... 不能用wire... 不能用go to... 你連遞回不能用... 他要怎麼用... 好... 然後再來什麼呢... 什麼情境需要判斷... power for... 哇... 這個問題最難... 所以注意到呢... 這個每一個題目呢... 說真的他就是用在互動... 所以注意到... 你在刷d code的時候呢... 幫我們之後要刷... 欸... 不是...這個... 好煩喔... 我怎麼敲... 按不到... 欸...可惡... 剛才敲過了... 生氣... 在這裡... 好...注意到... 刷d code的時候呢... 但是... 有一件事還蠻重要... 不是只是... 一直看題目... 有些人都台灣學生... 台灣人就會這種事... 其實follow up超重要... 因為呢... 太多人就是被答案的... 尤其那個easy... 注意到... 你... 像google... google台灣呢... 蠻... 蠻常會出到easy的... 就是... 只出到easy而已... 但是呢... 很多人就死在這個... follow up... 所以你看喔... 這題呢... 你看... 剛剛有幾個... 熱心的網友... 有幫他回覆... 好... 那你想喔... 我們現在想... power of two... 是長什麼樣... power of two... 像什麼... 像1... 像2... 像4... 像8... 你發現他有個共通點... 就是說呢... 就是說呢... 哎呀... 糟糕... 要拆東西... 希望你比較生氣啊... 小朋友玩具還蠻有用的... 你看喔... 就是說呢... 假設今天是4個bit... 去表達一個數值... 對吧... 你看... power of two... 一定是怎樣... 一定是呢... 這裡面呢... 4個... 一定只有一個什麼... 只有一個是1... 哎呀... 這時候需要小助手... 需要我女兒來當小助手... 跟我女兒睡覺了... 好... 所以你看喔... 就是說呢... 你看... 1... 然後呢... 擺在這邊是什麼... 2... 那擺在這邊是什麼... 4... 然後呢... 擺在這邊是什麼... 是... 就是8... 然後呢... 所以你看喔... 有趣的地方在哪裡... 有趣的地方在於說呢... power of two的判斷就是什麼... 就是... 全部裡面呢... 只會有個bit... 是什麼... 全部只會有個bit是1... 好... 然後呢... power of four... 他的一個... power of four... 一定是power of two... 但是反之不然... 那所以呢... 他就是要再加額外的... 要求... 額外要求是什麼呢... 就開始要列去... 所以你看喔... 這網友就列出來... 所以你看喔... 他的這個... 他不只是全部只有一個1... 而且呢... 零這個... 零零的那個... 後面的兩個零... 很重要... 要嘛就是... 沒有... 就是... 要嘛就是... 後面沒有接零... 後面是兩個零... 四個零... 然後這是什麼... 二... 四... 六... 六個零... 所以呢... 這個... 然後你用計算尾巴那個0的時候 要得到什麼?一定是偶數個0 偶數就包含0 所以這個東西很好玩 這個寫法其實蠻多的 這個題難就難叫什麼 它其實可以有很多變化 所以我希望各位不要只是去記一種答案 說真的很多人包含我在內 是有被答案的 我必須承認就是我大學考試的時候有被答案 不要說像大學考試有一些題目就很生氣 像什麼核內塔這種東西啊 就是什麼ABC然後CAB然後BAC什麼的 對不起核內塔那個考試的時候是被答案的 你說靠你怎麼考試寫程式還要被答案 因為很煩啊你知道嗎 就是核內塔本身就是一個很討論的樣子 它根本不存在數學家發明的問題 然後這東西就是 你懂嗎?反正我就很討厭這個題目 打通性質討厭 但是你懂嗎?為了分數我會被答案 絕大多數人也跟我一樣 對不對?就是會為了真實被答案 所以你看到如果你可以用那個CTZ的話呢 那關鍵的地方是什麼?後面那個數字 所以你看到這東西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它一些可讀可能的一個 核內塔真的是很討厭對啊 我真的很生氣 就是地毀可以舉出一堆很棒的例子 比方說你要把那個目錄 就是給你一個目錄 然後把它底下的紫目錄 還有底下檔案列舉出來 這就是地毀 為什麼我們舉例的時候不是用那個什麼? 不是用那個目錄結構的展開來做什麼? 來做說明地毀 所以就很生氣 你鎖不到西元實在是太生氣了 就是大學 拜託不要再教核內塔了 你鎖不到西元 我們地毀就好好跟你講那些例子 就絕對不跟你講什麼核內塔這個東西 因為說真的 連我都被答案了 所以我就 我相信蠻多人一樣是被答案的 其實地毀最重要是什麼? 地毀最重要是要打到人啊 對不對? 這個葉文說的 重點是什麼? 就是打到人 不是只是花拳繡腿 就我們大學培育了一堆花拳繡腿的 這個東西很討厭啊 對不對? 所以你看我們後面是什麼? 是目錄人 你看 就是這個 建立目錄 你看這個 這個例子 用做地毀來說明就很 很好啊 你看對不對? 就說 你要建立目錄是什麼? 是TEMP底下的AAA AA底下的BBB BB底下的CCC 喔! 這東西困難那一方是什麼? 因為你不能直接建立CCC 你建立CCC之前要先建立BB 那BBB建立之前要建立AAA 那AA要建立之前要建立TEMP存在 所以你看喔 如果你用這樣的一個目錄建立 其實它整個是什麼? 就地毀啊 這就是很美啊 而且說這個東西寫這個層次 就大家有感覺啊 而且你要知道一件事 K&R的作業題裡面就有這個 那我就不知道 很多大學老師為什麼 不把K&R這種經典的書裡面的例子 拿出來講 他講一些 好 然後來 所以注意到 對還有這個東西 很煩啊 這真的有背 因為不背真的是 就是 就是 像我打從信念就討厭這東西 所以還是要背 那八個黃昏問題還不錯 但是就是 反正我打從信念 那我後來就 後來我上大學 後來大學就是 第一學期還會背 第二學期之後我就幹嘛 就是寫說 此題 缺乏鑑別度 希望出題老師謹慎為之 都不要回顧我就寫那麼急巴的話 而且最high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 那個 我在作業系統的期末考就這樣寫 然後那個 我離開學校的時候呢 那個 最後一堂課就是作業系統課 然後呢我回去成大的時候呢 這個 以前教我們作業系統的老師呢 就變成了系主任了 然後那個系統就問我說 欸金群啊你想要教什麼課 你一定很想教作業系統吧 我好想死喔 然後後來去開什麼課程委員會 那個說 欸金群來教作業系統啊 你最喜歡教作業系統 那另外老師說 哎呦黃金群最適合來教西元啊 你知道我每次去開到課程委員會 都覺得那個快被亂箭打死了 然後還有一個老師說 就有一個老師 因為我們系上那個教電腦圖學老師的調職 去其他學校 然後說啊黃金群以前那個電腦圖學也是 跟老師的互動也很好 你懂嗎 就是嗆過老師嘛 哇那個開那個那個那個什麼那個 開那個那個課程委員會 然後真的是太丟臉了 被那個真的是被那個亂箭打死了 那現在來教書就是來贖罪的 因為以前幾乎每一門課老師都都嗆過 所以你注意看喔 這東西的觀念這個地方是什麼 就是呢 判斷 所以你看這些討論其實蠻重要的 好 那所以呢 請各位知道 就是我們今天講那個League Call 不是只是追求一個答案 因為他不是考試 注意到這根文件是Interview 那所以呢 其實重點是你要把那個 比方說你舉例的時候 其實說真的你也不需要 把完整程式馬寫出來 很多時候你只要寫出一根程式 那最好的地方就是 你最好練成一邊大字一邊講 就是如果說你有看過之前YouTube的影片 什麼第一次自干做一行就上手 這有時候是不得已的 因為像我在一些公司當顧問 然後其實多半時候 我不會特別去收錢 但是如果說有那種上課 一個小時要收一萬五 因為對一個小時是終於費一萬五 這時候有算過就是 就是律師的錢 然後對不對 就是因為我那時候不甘心嘛 就是想說我收費 就要比照律師收 就是多半時候我不收錢了 但是如果說你叫我要那個演講 而且有錄影的話 我一個小時要給你收一萬五 那所以這時候就會有那個 尤其工程師會生氣 就想說一個小時就可以收一萬五 打嘴皮就可以一萬五 雖然不多 你懂嗎 律師什麼屁沒給你也是收一萬五 你知道嗎 但是你知道很多 尤其基層工程師看不下去 所以我那時候就練就一個技能 就是要一邊寫程式一邊講 所以至少很多工程師做不到這件事 但是你現在就要開始練 所以注意到這個東西練的時候 我們之後上課的時候 就會要求你做一件事 就是你最好就是你可以 因為而且現在因為COVID-19影響 你現在是線上 所以變成說你就要能夠舉例 舉例來說 我弄一個東西給他 就是你甚至要怎樣呢 就是你甚至就是要 就是說你可以什麼 就是比方說4的0 誒找線好了 4的0次方 對不對 然後那就是你要列出像那種1 然後4的2次方 4的0次方 然後就是把4的1次方 就是 就是100 然後4的2次方 就是諸如此類這個 就是你要你最好就做到這種 就是一邊 一邊講一邊打字這種 好 然後呢 這個東西呢其實沒有什麼特別 但是你要注意到 其實你可以試著把剛才那些話 試著把它講出來 然後錄製 然後你之後播放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 其實中間有很大的改進空間 這其實很需要聚焦的 你看像我現在就沒有辦法做這件事 你看我還一邊看鏡頭 然後一邊講 好那所以呢 那注意到其實這個東西真的是要練 就是它不是只是寫成是把你的想法講出來而已 你要把握剛才講的15秒到30秒 就是你在15秒就要讓人家怎樣 注意到 你有分析 30秒就要講到答案 30秒就要講精髓 講到重點 就15秒講到點 然後說 這個東西我們先怎麼 4的1次方 4的2次方 4的3次方 看看 所以30秒就一定要把矽子講出來 而且CTZ 就是適合來看後面有幾個零 ok 然後呢 所以 接著你要練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 把剛才那個動作 一邊講 然後這邊給你一個小技巧 就是說 錄影的時候 不要用那個 現在 如果你用Notebook的話 不要用Notebook內建的那個webcam 因為 它其實只有錄到你的頭在擺動 然後呢 有一種東西是螢幕錄製 其實螢幕錄製也不好 因為螢幕錄製的話 你永遠會只看你想看的地方 所以你應該要做什麼事情呢 你可以把那個手機架弄好 就這樣 就手機架弄好 像以前我在練的時候就這樣 就拿一個手機架 或是拿一個那種 那時候我用那個Sony的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 那個 Cybershop 就是那個數位 數位相機 然後 最重要不要用螢幕錄製 為什麼 因為螢幕錄製你看過畫面了 你就會 你就會聚焦在你想看的地方 但是你最好去拿一個數位相機 或是拿一個手機 然後架好 然後去看 因為 那樣子拍的話 其實反而是斜一個角度 那其實比較像 面世你的人 就是那 interview interviewer 就是 被面世的人叫 interviewee 就是被面世的人叫 interviewee 然後 主動面世別人叫做 interviewer 所以就是 interviewer真正看到畫面 因為你看 就是 尤其COVID-19之後 其實很多面世會變現上 面世變現上的時候 很多問題會很大 像剛剛這個東西 其實說真的 這個字體其實也不及格 因為這個字體其實也不清楚 其實說真的 最適合的話 是要到這個字 那你說 這個東西有什麼好講的 你自己想一件事 你今天寫這個man 好 開始寫程式 然後你就發現一個問題 這個printf 其實沒辦法定很多字 對不對 123 對不對 這不是有效程式嗎 就是 你看 這個其實呢 到這個寬度來講話 其實邊邊 這樣子已經 就是已經空間不多了 所以比方說 再這樣子 什麼 switch 對不對 switch x 對不對 所以你看喔 其實你光是寫成這種程式 你發現什麼 你發現問題 發現問題了吧 case2 case3 發現什麼 很容易遇到邊界 OK 而且更慘的地方是什麼 你開始正正寫程式的時候 這個 好 可愛的printf 這時候就沒有多少字給你印啊 好 你知道問題嗎 而且你看 現在還沒有多少層 你看 if switch 那很慘的地方是什麼 很慘的地方是 你可能還會遇到 再來一個if 就放不下了 所以注意到呢 你在 說明的時候呢 像這種 需要說明的時候呢 你其實要考慮到它的 它的depth 所以 像剛才講話 這樣可能會略小 這樣東西 這樣的話就怎樣 就太大 所以你要找一個 找一個範圍 然後這個東西呢 一樣也是架一個camera 因為你用螢幕錄影的時候 永遠就只會聚焦看你在一個地方 你不會用其他的視角去看 所以你可以這樣擺邊邊去看 這個時間是要練 在COVID-19之後呢 因為很多面試變線上 這個線上這個體驗也其實 其實蠻重要的 因為 說真的這個比我直播還難 因為說真的我直播的話 我可以慢慢講 對不對 而且我一直控制自己步調 甚至講不好我就幹嘛 我就先休息了 那不行 但是你不行了 對不對 你好不容易安排那個面試 結果你沒有把一個 像這種風格的還有呈現的 對不對 你看這個其實這樣呈現的 其實空白就很多 所以像後來我還會去調Editor 讓它可以變成說 它就是四個空白之類的 所以注意到 你在線上面試呢 其實那個Editor的編輯還蠻重要 那這要注意到呢 有時候呢 這個看公司 有的公司會要求用Google Doc Google Doc 討厭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沒辦法縮牌 你知道嗎 好 縮牌那個很廢 所以像這種狀況呢 其實最好就是什麼 把關鍵程式法先寫好 就是你看 像我現在有一個 我熟悉的一個 VI的Editor 我可以幹嘛 我可以照我這個步調去寫 但是如果是像 如果因為那個面試說 到底用什麼東西來呈現 其實說真的 很多時候是什麼 你沒得選的 所以像那個 如果遇到像Google Doc 所以你現在也要開始練習 沒有Synthense Highlighting 很多人遇到沒有Synthense Highlighting 的時候就做不到 但是對不起 就是要 所以這件事呢 如果遇到說未來說 可以到公司面試的時候 還可遇到那個什麼 白板的寬度 那很多公司呢 包含聯發課在內很多公司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白板 就是公司面就有錢 然後但是呢 白板就是買的那個寬度就不夠 寫成寬度就不夠 寫成寬度就不夠 然後還有一個 像我這種身高比較糟的狀 就是 我那個白板 你知道嗎 就是白板很高 但是我只能寫一半的高度 你懂了吧 就是 所以 考慮到你的身高 這個東西 對不起也要練 所以白板題 還有這個線上 對不起這個都要練 而且重點是 拿CAMERA出來錄 這不是什麼玩笑話 這個東西超重要 因為 反正你在 面試的場合 你在interview的場合 說真的你就會變笨 然後你看 像我寫成字 就沒有心裡流水 沒得電就沒辦法心裡流水 就是 像我自己打字我那麼快 因為 這鞋很熟的嘛 所以 這個東西其實都會影響到 臨場的表現 好 所以你看 我們在講那個 Liko很多人都忽略懂事 因為Liko的重點 其實不是叫你看了題目背答案 它不是河內塔 但是我覺得很不幸的地方 我遇到好幾個學生 還有社會人士 他就是跟我們 我幫他做某個面試 然後我就很不耐 他畫很多題目背這個題目 甚至有些人甚至連提要都知道 這個是Liko第一題 So what? 人家在意的地方是這些 互動 好 所以我們不追求這個叫什麼呢 不追求叫 齊高一卓 什麼叫齊高一卓呢 齊高一卓就是說 我下了一步棋 然後讓人家就 唉唷 就是覺得說 瞬間這棘手問題就解決了 這件事其實蠻困難 所以你要很有經驗 找到一個突破口 才說 原來你對這個東西超熟 我舉個例子 我這個 二十年前 哎呀 這個 這個是 這也是如果 我死之前應該也會 回憶到這一幕 二十年前那時候就是 要學歷沒學歷 什麼東西都沒有 而且你看二十年前我幾歲 二十年前我就二十歲 二十年前我二十歲的時候 我去一家公司面試 然後他就說 喔唷我們公司是要做Imbed Linux 我說我知道啊 我很有興趣啊 然後他說 哎唷我們需要改一個 我們需要改一個Web Browser 我怕你不會喔 然後我說 我心裡再講 我最近就在改browser啊 他說 我說那請問貴公司用哪一個browser 他說 我們公司用滴樓 我說滴樓這個程式很難懂喔 然後我就說 呃 你知道 我是滴樓的 公信值 你懂我懂我懂我意思嗎 就是這種 就是 就嗆回去 就很爽 就是 他講得多學說 我們公司要用browser 要改browser 很難耶 我已經在改了 然後 你知道那很尷尬 那個主板很尷尬 一開始還覺得說 我們公司是改多久 我們五六個公司改多久才 我讀大學的時候 無聊的時候就改了 而且程式嘛在裡面 然後我就跟他說 要不這樣啊 我們 就密室到這裡 你應該聯絡總經理了 我們來序 就是來談 要多少錢了啦 就是你這邊就不用再談下去了 因為 貴公司要的技能 我現在都已經知道了 而且再講下去 只是看得出你們的困境 你要今天就把困境講出來 還是 明天我加入的時候再講 對不對 好 總之就是請總經理 哎呦 那總經理剛好就成大的學長 我做過功課了 然後你知道 那開始那個 那學那個成大 然後你知道 就你知道這時候就 學校的用途就出來了 就大家都在叫總經理對不對 我就說喔學長 然後 你知道 你知道全公司的人 因為那現在是一個保守公司 也是一家有點規模的公司 然後我就對總經理說 喔學長 然後 然後我還做一個很低級的事情 說 欸學長你不是說要吃飯 你知道嗎 他前面說 喔呦 他前面開頭說 喔陳大學弟啊 哇這個這個 反正就是講這些客道話 說我以後一定要請吃飯 然後我就當著很多人的面 就說 喔學長你不是說等一下要吃飯 你知道嗎 那所以全門叫辦公室的人就 哇操這個人是到底是多熟啊 你知道嗎 你以為我跟他是親戚關係 沒有 好 那不過這個是 那是 那也不就是好的策略 但是你懂嗎 這個叫提高一拙 但是說實在 這種狀況其實是蠻難的 因為面試那麼多次了 才遇過那一次 就是那個 就是一個問題就是讓人家閉嘴 而且 直接叫到總經理 那但是呢 我們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就是其實要追求的東西 反而是那種叫做舉旗落定 那舉旗落定呢 其實就是你要可以衝容 你不要說只看這個題目 然後只追求個答案 其實你要想說 我接著在想 接下來是什麼題目 所以我們為什麼這個力扣要練 就是我 我對力扣呢 一開始是反感 後來發現其實他很有意義的 因為他其實是 當然第一個 我不需要刷力扣啦 所以我 我講話可能沒有太大的意義 就不是那麼偏 不是那麼客觀 但是對我來講 有意思的地方是 其實他關鍵是互動 所以就跟我在念的是 interview 不是面試 interview 好 所以其實你在念的時候 都要把這個東西想清楚 然後甚至更好的地方是 換個程式語言 也要能夠做 好 那接著我們來看另外一個東西 另外一個東西 這個題目很有趣 看這個東西 這個程式 說只有五行要看 十、十一、十二、十三 五行是什麼 九、十、十一、十二、十三 五行 你只需要看五行 那這五行其實說真的 你會寫left 就是會寫right 對不對 就是其實有left 就right 這個其實看起來很對稱 但是這題有趣的地方是什麼呢 這題呢 經典的問題就是什麼 就是有一個大神 剛剛就是homeblue那個軟體 就是你用mac的話都會有那個blue 就是這套軟體 就是這套軟體的作者 去印證Google的時候 然後被刷掉 被刷掉的原因就是因為 反轉二元素 那個題沒寫好 其實這題真的不難 但是我相信他可能也是跟我有類似的困擾 你出個什麼什麼題目 對不對 好 但是這就是這個東西 好 然後呢 這個東西呢 最後有一些那個 蠻多討論的 底下有那個底線就是有超連結 所以你可以看一些那個 相關的討論 像這種 然後呢 所以說真的 各位的困擾就不在這裡 這時候你就要覺得 我只是忠上 會覺得開心 你知道嗎 因為裡面這個困擾 你被刷掉 你還不會在twitter上面寫這個詞 對不對 但是你應該神人被刷掉 因為這件事 尤其像Google Google已經不是什麼新創公司了 它就是一個有歷史的公司 對不對 Google什麼時候創立 1998年 甚至比很多同學的年紀來得大 但是很多人還是幻想Google什麼新創公司 不是 Google就是一個 已經上軌道 而且呢 很可能會面對 很 不是很可能 已經面對各式各樣反突拉司法的 一個大企業了 所以他其實現在他面試的時候呢 其實很多時候都會有 僵化 但是對 反而對各位是有幫助的 對大神是有壞事的 因為說真的 像我那時候去應徵Google的時候 我可以跳過很多關 因為有人幫我寫推薦信 然後有人幫我 說明 所以其實我沒有考Programming的題目 就是 但是現在不可能 如果我現在去應徵Google的話 對不起 那就是要也是要從刷題開始 而且想到我好幾個同學都在 好幾個學生都已經在Google工作了 我不想要被我的學生做call review啊 所以我還沒有勇氣去Google工作 已經沒有我的位置了 對 好 要去的話二十年前就要去 而不是現在去 好 但是對各位來講是OK的 所以我現在發現我一個人生的一個目標 對不對 就是 我 我的遺憾就是二十年前沒有去Google 但是 但是 我們現在想辦法讓多一點同學去Google 對不對 這件事是做得到的 對不對 就是 這是什麼 這是 欸 為什麼卡住了 對不對 這是做得到的 而且看起來比其他公司還有順利 另外一個目標就是看Facebook 就是 所以為了這件事我還 還跟Facebook聯絡 就是 就是剛好Facebook之前寫信給我說 要不要去那個公司當什麼什麼什麼職位 我不能講那個職位 然後我就說 好 但是我不會面試 不會完成面試 他說你為什麼不完成面試 我說我是一個大學老師 我想要知道 怎麼加入Facebook 好 待會 注意 這個題目 我們在意的地方是什麼 你看 第一個 城市碼對調會不會有什麼影響 然後再來什麼 再來是 像這個城市來講話 其實他還有很多出法 要說 目前城市用詞毀 請問 如果不用詞毀 你要怎麼做 不用詞毀的話呢 改寫方式有很多種 比方說你可以用那個 模擬詞毀的方式 就是建個Stack 你看 詞毀呼叫的時候 他這個 就是你去模擬那個 詞毀做的動作 這是最常見的改法 就是給你一個 已經用詞毀的城市寫 但是呢 我們現在會做什麼事 好 我現在連這個都不準 就是說 你不準用模擬 模擬那個Stack的深度去做 好 因為我們會擔心什麼 Stack overall 所以第一個就是什麼 請你估算 他的空間 而且這空間呢 要可以什麼 要可以有個budget 所以你看 這題呢 叫你用非詞毀來做 其實這件事是很難的 他的問題就在什麼 積極開銷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更在意系統層級的人的問法 當然 如果呢 他的這個職位呢 他其實更在意的算法 所以我們會去想就是說 今天有一個什麼 一個普通的bunetree 接下來你去猜 會不會有其他變形 比方說什麼呢 比方說 通常不會叫你去寫一個紅黑書 因為說真的寫一個紅黑書 我之前寫過好幾次 最少都要寫大概300多行 原則上 他在這個 一般的這個interview是不行的 但是呢 某一些 有特例啦 之前我在 Microsoft的面試的時候呢 interview的時候呢 因為他給我很長時間 所以他給我好幾個小時的時間去寫 所以有一個題目就是 類似寫這種 就要寫個完整的那種 類似 寫個bplus3那種 就是真的很長時間 那可以給你一台電腦 然後開始在那邊coding 但是那個是 到很後面的關卡 就是那已經 你懂嗎 就是 已經是決定要錄用 而且甚至 甚至他是 我覺得那次很酷 就是一邊coding 然後 然後那個主管 就一邊到這邊看 就討論說那個城市怎麼改進之類的 所以那個 像那bplus3那一次 對我來講真的是很大幫助 因為 因為他不只叫我寫城市 而且還要考慮到那個cash locality 然後甚至還跟我說那個 這個bplus3的那個便起 就是 我很 爭取那份那個interview的機會 所以很多時候 大家一定要盡可能去爭取那個面試機會 就是 當然 那最好不要像我當年那時候 造假資料那不好 但是就是說你盡可能去爭取 那如果說呢 你遇到說 會一些衝突 那你就請城市講 那你不知道怎麼講話的話 我們可以來切磋怎麼講 但是就盡可能要城市 你可以把一些事件調整 那就是盡可能城市 然後 在網路上很多人就會分享說 拿到9份offer 但是說真的 你想看 你就算拿到9個offer 那你要怎麼拒絕其他8間公司 難道完全不會出問題嗎 對不對 你以為你是羅志祥 羅志祥都會出問題 那你怎麼可能沒有出問題 所以我其實不建議說 一口氣面試一大堆公司 拿到什麼14個offer 那對的確在PTC上寫 人家會覺得你是生人 但請問你要怎麼拒絕其他13間公司 其他8間公司 完全不出事 這很難的 那其實最好的狀況就是 有些公司你可以誠實跟他講 因為有些公司 你知道就是 他其實 他其實是 沒辦法開很高薪水 你跟他講說 我已經在面試櫃公司工作 但是我對櫃公司還是好奇 我還是想要知道 而且最重要的是 櫃公司裡面有很多我認識的人 所以我決定 我一定要怎樣 不管怎樣 我還是要面試櫃公司 但是 面試櫃公司的同時 我也在面試Google 那就像你知道 Google需要很長的時間之類 就最好你還是程式講 那在什麼時間點 其實蠻關鍵的 因為在適當的時間講 有可能會 轟抬你的身價 對吧 就是說 你在聯發跟面試的時候說 喔 我明天不能去喔 因為明天是Google面試 欸 對不對 這是什麼 這聽起來很甩不好 所以這是什麼 就是說 感謝貴公司給我這個機會 我真的是很想要這份工作 但是呢 Google的面試我已經答應了 而且 畢竟我好幾個學長 在Google面試 就做過 做資深工程師 反正就是 你要把這個關係掏出來 然後呢 所以這時候像成大啦 或是一些歷史悠久的學校 這時候就很好用 你這時候就講 喔那個你知道很遠的 你可以講那個 你懂的是嗎 就是 比方說李開副啊 你可以去看看 喔李范哥剛好可能跟你讀過同一個國小 喔李開副學長 喔 你是跟李開副是校友 對對對 好對啊 但是具體我不能講太多 那一定是這種話 OK你懂意思吧 那所以就是 適度的揭露其實不是壞事 但是呢 說真的 你要印證那麼多工作 就不要把它當作松果 說真的這些東西的操作要很小心 好 那接著我們來想一些比較軟性的東西 然後我們接下來幾週呢 就會有很多這種面試題啊 因為我覺得這比較好玩啊 就是那個interview那個 其實蠻好玩的就是讓大家互動啊 然後但是因為COVID-19影響呢 線上互動可能會有些問題喔 所以我還在研究怎麼做 那也許呢 我們可能之前兩三週會是錄影的方式來進行 那等到我比較確定名單 因為你知道吧 就是總是會有同學 叫你準備好耳機 然後說 哎呀老師我現在不方便講話 那不方講話我們不是要模擬面試嗎 對不對 所以所以 好anyway就是我要想個辦法去處理這件事 那我之前開課的時候就真的在你的面前 就當著全班的面 給你壓力 讓你感受到那種感覺 好 那接下來我們講一些比較軟性的東西 就選公司呢其實是蠻困難的事情 因為 就像我剛才講的 你一定會有一些終極喜歡的公司 但是呢 你要加入終極喜歡的公司之前 也許會加入別的公司 或者說你可能過一段時間之後呢 你可能就不想要去終極的公司了 你說我想不想去Google 我想 但是對不起我沒有在20年前加入 那我就去台灣 甚至我覺得如果10年前加入Google也太晚 很顯然股票分口那些 對不起分不到我 這10年前就分不到了 所以 要去的話就20年前加入 而且要比翟本喬更早之前加入才行 對不對 這才有它的好處 那 所以 很多時候呢 所謂的夢幻是一回事 但是 後來 就算不加入Google也沒關係 反正Google 每隔一段時間會 送我一些紀念品啊 然後我開課 買不起那些設備怎麼辦 Google就捐一點錢給我 所以其實 人真的會改變的 所以 像我現在來講話的 就沒有那麼 沒有那麼在意 20年前沒有加入Google 現在加入已經來不及了 現在加入了就是當普通工程師 一定會被我那些學生 扣理由到死 對不對 這個對不對 而且 一定會拿以前我那個講話的字 來扣理由 我想到這個東西就好痛啊 對不對 因為 你懂嗎 就是 我想要那幾個位置已經被占了 所以 那幾個位置不用想 然後呢 我可以當 Engineer 但是當Engineer的時候 你知道那心理障礙 而且裡面越認識越多 那心理障礙越大 對不對 好 接下來我們來講就是說 公式文化的議題 公式文化說真的 請你不要小看這件事 因為 除了那些夢幻公司以外 你很多時候是需要考慮那種 不這麼夢幻 但是可以讓你去 創造一個 戰場 注意到不是舞台 是戰場 因為很多公司 它可能是 它不是 特別優秀的公司 它可能不是 你心目中特別優秀的公司 但是它很可能是一個戰場 你看 說真的 你要在聯發科 要在鴻海當個顧問 這很難啊 就是 我記得那時候 有一次那個孔香蟲院士 就那個 在那個 就是 孔子厚人的孔香蟲院士 那孔香蟲院士呢 對很多領域做出很巨大貢獻 其中一個部分就幫他說人工智慧 那孔香蟲院士呢 也是聯發科的顧問 然後有一次呢 介紹的時候很尷尬 孔香蟲院士就跟我介紹 我是孔香蟲 然後我在聯發科的顧問 然後這是很尷尬 你知道嗎 我就說 孔院士你好 我也是 我們是同事耶 這哪門職啊 拜託啊 對不對 但是事實就是這樣 你說我那時候為什麼有這個機會 這個當然簡單 就是 因為我在聯發科最危險所加入 而且還被誇抗人笑死了 誇抗人說 這個就是笑死去不來 但是也是在那個很危機的時候 人家會給我這個機會 那同理 鴻海是一樣 對不對 就是鴻海遇到一些困難 他需要有一些人幫忙看的時候 我就加入這樣 那 所以 這個就是戰場 就是說呢 他們 真的講那個公司 也許它不是最好的公司 但是 它可以給你一個機會去 剛好做些事 那 所以呢 選擇公司的時候呢 其實也要想這件事 所以 尤其是第一份工作的話呢 我就建議說 你想清楚 跟誰共事 所以主管重要 就是面試 我覺得不管怎樣 就是 你中間學到多少是一回事 然後盡可能一定要去認識那個主管 那當然有可能主管是那種 就是 外 就是外面很生疏 然後但是裡面很熱情 也會不會有這種人 當然有反過來 就是外面看起來熱情 然後裡面是 那 所以 其實這些 尤其第一份工作 因為第一份工作說真的薪水要差很多倍是很難的 就算你跟那些大神 大神 加入Google 跟你加入 也許不是那麼 亮眼的公司 說真的薪水還沒有差到很多 但是呢 那個戰場就不同 就比方說你 像Google 大神去Google 他很可能就是去一個比較固定的地方 不太可能說 東跑西跑去救火 不太可能 對不對 但是你去加入一家 某家公司 甚至那種公司是已經風雨飄了 那就可能 因為這件事給你一些很大改變 那最關鍵的地方是 我想就是說 如果你沒辦法找到夢幻公司的時候呢 去找那個人 那一樣的 這也是為什麼我們有這個課程 就是 我可以從我的朋友圈裡面跟你介紹說 如果你要去某某公司 如果你沒有特別的什麼 指定一定要什麼專業的話 你可以跟某個主管學 那我可以給你一些建議 那這件事情蠻關鍵的 然後再來是那個通才跟專才 然後呢 就是 我想真正的通才是什麼 就是不是什麼都碰 什麼都不熟 而是很短時間進入一個領域 然後一定要成專才 就是 說真的如果你做到這件事 你很快就被淘汰 在資訊科技很快就被淘汰 就不管你現在做什麼 你做區塊鏈 你做人工智慧 做什麼Linux 什麼驅動程式 做硬體設計都好 就是你要有決心就是要做專才 如果你沒有要做專才的話呢 那你就要找退廠機制 退廠機制 所以這門科為什麼也是那麼強烈的退廠 退廠不是建議說你要退休 不是建議說你要離開這個職場 而是你要搞清楚 因為你在投入更多的時間 你不會有更多的報酬 你不會有著力點 那因為這個領域真的改變太快 那你要想清楚說 你是不是該換題目 那你說我一直換題目 會不會讓人家覺得很不穩定 也許 但是說真的 畢竟我剛剛講的 現在退休時間都大幅延長了 而且 不要說你一直換題目啦 你自己想 我們現在什麼電子五哥 那些上市公司 不要跟我說哪一間電子公司 哪一資訊科技公司 沒有換過題目 一堆人都換過題目了 什麼題目都有了 不要再看 像我們講艾卡拉 注意一下 我只能講我認識的人 怕被罵 不要再看艾卡拉 艾卡拉的他就是 你要知道 這家公司叫艾卡拉 那艾卡拉是什麼 你看他的名字 他名字叫艾卡拉 那他最早就是做卡拉OK的 他就是 不要懷疑 他就是做卡拉OK的公司 那你看他現在標題寫什麼 以人為本的AI科技公司 喔 你說這公司裡面有沒有AI 有啊 A I 對不起 這是笑話 笑不笑 記得笑 同學有沒有笑 快笑快笑快笑 你們怎麼都不笑 你看這個線上上課有個問題 就是我講的笑話 結果同學沒有笑 怎麼記得笑啊 跟我一起笑 來笑 好累喔 以前都可以那個 叫那個助教 負責笑 我好懷念喔 以前有一個助教 真的很喜歡他 就是 很細心的學生 最重要是他笑點低 所以 有時候上課 你知道就是 上課上到 有時候上得比較累 有時候晚上上課 那個助教都會幫我 都陪我笑 對啊 有一次還會預測先笑 就是有一次上課 我是太累了 很久沒睡覺了 很累 然後講笑話講到一半忘記了 他就一直笑 我說 助教你在笑什麼 他說老師你剛才講笑話 我忘詞了 好 他還是笑好感動 但是他畢業了 唉 對 為什麼要跟你講這個東西呢 就是 如果你認真看 艾卡拉他換過幾次 他換過多次啊 他做一個live house 他還做過直播 多愛不要懷念他做過直播 而且更酷的就是說 他還賣過那個 GCP的那個什麼 雲端代理 他還是雲端代理商 你說AI公司跟雲端代理有什麼關係 沒有關係 但是呢 畢竟做生意不容易 所以你看到一個成立十年的公司 都會這樣 更別說那些電子舞歌 所以我真的覺得你不要覺得 真的希望說你不要因為說什麼 換領域然後覺得什麼可恥 因為說真的 你今天換領域也不是瞬間把功能辭掉 而是說你比方說你就比重嘛 對不對 上班的時候本來就做一件事 那下班的時候 學Linux 其實你可以Linux可以琢磨很多 或者說你在用小班挪出時間 反正你一定要找到自己一個 可以在一個領域可以切入的機會 然後這個之後我們再講 這個一樣也之後再講 就是有時候上課我們會講一些 比較雞湯的東西 就是講這種 這上面有錄影 就是那個什麼 這其實 這裡面蠻多東西是很重要的 只是說今天因為時間關係就不講 好 那接著講大家會很有興趣的地方 唉唷 我們有時間吧 來 就是這邊呢 我們在給同學作業有關就是這樣 就是叫你去收集一些求職紀錄 然後去解析 注意到不是只是收集那些Link 這些HyperLink我比你還會收集 但是我們要去解析 好 什麼叫解析呢 我來做一次給大家看 就是你要去分析呢 這個職務呢 應徵這個人 他除了他講的那件話以外 他其實做什麼事 那注意到呢在很多外商呢 其實他的這個問題呢 其實蠻多的 就是有一個東西叫Behavioral Question 注意到呢 像這個Behavioral Question 在台灣真的是要練 而且注意到這些東西很難喔 南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你用中文都講不好了 最重要是太陽英文講 而且有些字是不能講的 那你看這是在英國 然後你知道 American English 跟British English 其實是有差別的 有些字是不一樣的 比方說 比方說什麼 比方說那個 那個什麼 什麼Burn Out 像這個Burn Out 這個 像這種詞在英語 就是英式英語跟美式英語 它那個意思會有些落差 然後 所以注意到這些公司呢 其實很在意這個 Behavioral Question 像 我知道像那個 楊馬遜啊 然後Twitter 他們都會問這種 Behavioral Question 那這個問題呢 其實很難 你幫助在哪裡 就是它不是只有提你的 什麼成長歷程 它提你的像這種衝突處理 來看看這個 所以其實這蠻難的 就是說你看喔 當然 提不動是用英文的 你說你看喔 他說這個 When your boss was alone How do you handle the situation 這東西超難的啊 因為你用中文都不好意思 都很難回答 尤其你在台灣 如果主管錯了 你要怎麼去處理這個問題 你看 注意到這個底下 也不見得是最好的 所以 我們會出一些作業 這個作業就是 不要說看人家的一些討論 然後再去看 最好是跟他有匹配的 然後在YouTube上 不是很多那種 關於有些人就開始錄影 所以你可以去把那些錄影找出來 然後去看出要怎麼去 問問你這個溝通好 因為在台灣來講 遇到這種事 如果老闆是錯了怎麼處理 你問我怎麼處理 我在十年前的幹法很簡單 就是陽風陰味吧 老闆是錯了 老闆是對了 老闆是對了 好棒喔 老闆是台大電器的高賽事 棒棒 是真的 十幾年前我的主管 真的是一個台大電器的博士 所以他講什麼東西我都說對了 而且我會當最大師 鼓掌鼓掌聲 然後陽風陰味 對不對 就不要照他的方式做 就同時做兩件事 一分是照他的主管 一個是真的 然後最後做出來的時候 再說 感謝某某主管的指導 某某博士的指導 然後我們做出來了 然後如果你認真看 這個方法不同 對不對 但你懂嗎 因為我知道 要捧他的那個P 那個Power 才會在背 所以一定要捧 他是個公司的共同創辦人 所以要捧 但是 就陽風陰味 但是注意到 如果用我那種方式去回答 那個Behaviour question的話 完蛋死 因為他會說什麼 他說 如果照我那種方式 叫陽風陰味 就是 老闆 老闆有一套做法 然後那個 我私底下用另外一套做法 他有什麼 他會說 你沒有 合理的去運用公司資源 他說 你遇到這種事 你會用這種方式 那我難保說 公司怎樣 在別的情況下 遇到一個 其他主管 你會不會 去做別的事 所以其實注意到 像我們那種方式 叫做小聰明 台灣式的小聰明 你看我講的時候 還得意 但說真的 對不起 在這個問題 所以像這個問題 說真的 因為牛不能說謊 因為他們是真的會去派人 他們會錄音的 他不會錄影 但會錄音 錄音他會真的去派人 去調查一些部分 就是 你可以去看一些 相關的討論 其實有蠻多那種 就是因為 這些公司 他其實對聘任去花蠻多利期的 反正台灣其實說真的很隨便 那所以呢 你終於不管講什麼故事 你都不能說謊 你也不能說 喔我應該是怎麼做 不行 就是最好是有故事 最好是有 有這個真正的產品 有真正的開發 然後但是又不能揭露太多細節 因為揭露太多細節 是泄密 所以你知道問題吧 就是所以這問題真的很難 那但是呢 對不起在亞馬遜 從第二關開始就會遇到 好 這個衝突處理還是最簡單的 還有一個難的 就跟那個那個 這個 這個超難 這個東西 說真的很難 這個難在哪裡呢 就是說 讓你不舒服的狀況 像我工作遇到 讓我不舒服的狀況 就是對學歷的偏見 但是說真的 你在台灣講說 喔我那些 我在面試的時候 我在工作的時候 很多人看不起我的學歷 注意到你在台灣講這種東西 可能會有人同情你 但是注意到 在英語的世界 你要把那種話 原封不同講出來 其實很難 那個語意情境不同 然後最麻煩的地方是什麼 那其實誤解題目了 注意到這個東西 就是 其實說真的這個東西呢 是 不是只是抱怨 人家要聽的是解決問題 OK 而且像我剛剛講那種 最後去爭一口氣 說真的那也是很 也不健康 因為你看 你用公司的資源去爭一口氣 難道這是公司的期待嗎 其實也不是 所以對於這種問題 說真的 你可以找到很多討論 他們有一個完美的答案 但是他這個方式 應對方式 要跟前面東西 要銜接的 注意到很多台灣人 在Behaviour question 是沒有打過的 幫人說我以前在Microsoft 我很想去Microsoft 跟你想的不一樣 對不對 我很想去Microsoft 雖然有時候會嘲笑Microsoft 但我很想去Microsoft 我說之前 我就很想知道 Windows kernel怎麼寫 我很想去Microsoft 但是我就死在這種不散 而且死在這種很簡單的問題 像這種問題 就是需要跟別人合作 然後就沒想到因為這個問題 而且那個主管就講明白 他說我們沒辦法跟你工作 因為你這樣的表達 然後那時候很震撼 就是說 因為我以前怎麼講 我以前就說 我比較希望說 如果對這個領域熟 我就是先把大概的系統分工 然後再跟前面討論說 西部東西怎麼整合 我說 因為我就一直強調說 軟體的整合困難之類的 但是對老闆來講 這是很討厭 很危險的答案 為什麼 因為相當於是你一個懶太多事情 如果說你這個人突然出了什麼事 那是不是很大的問題 而且再來是 你不管怎麼做就會有不透明的問題 就是說你突然請了假 或者你突然有些變化 別人要延續你的工作 就會很大的困難 所以注意到 其實至少說我那時候 要應徵Windows kernel那個team 其實他們是很需要 真正的團隊合作 而且像那個 那時候Windows的那個主管 是誰 是Dev Cutler Dev Cutler是很傳奇的人物 就是你要想像 Dev Cutler 你看他什麼時候出生的 1942年 1942年比我老爸 年紀還大 然後再注意到一件事 他一直到今天 應該說他一直到前三年還在寫城市 就是我之前看他的錄影 我現在沒有看到他的狀況 但他前三年還說他還在寫城市 所以你看就年紀比我老爸年紀還大 這個 這個 他就是在 他是磁幹的寫城市 所以 像我那時候想要加Windows kernel team 就是因為這種問題 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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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趕走 你看他是什麼 他是真的對那些理論很熟悉的 而且他是 他 他的確是管一堆 一堆博士 而且他每天早上七點 就是 我聽很多人說的 就是 就是七點 他就去辦公室來Coding 那幫他說那個Gen6 張運勢教授 你要知道張運勢教授呢 他其實在作業系統領域是做得很好的 不是這個Gen6 RT為什麼的Gen6 不是這個Gen6 這個 就是那個 有一本書就是那個 Ryotime System Ryotime System 就是那個 Gen6 就是張運勢教授 然後 他的這個夫婿 就是Ryotong郎教授 已故的Ryotong郎教授 那他們都是 即時領域專家 然後當年 Gen6 在 不是這個Gen6 就是張運勢教授 那個 張運勢教授 那時候在Microsoft工作的時候 他的直接report就是Dev Cutter 然後 你要知道就是 張運勢教授 他在Ryotime領域 是一個 你知道就是大神的 但對不起 在Dev Cutter的面前 Dev Cutter就幹嘛 叫他說 你不能只有 不能只有 發 paper 不能只有算數學 給我寫call 對就是這樣 就跟Gen6說 你給我寫call 我後來跟那個張運勢教授 聊天也是 我這個很震撼啊 對不對 就是 你叫一個 你叫一個院士 叫一個什麼 就去給我coding 但是Dev Cutter就這樣做 他怎麼做 因為他就是這個死幹型 對不對 就是他比 就是你要想跟你 比你老爸年紀還大 然後到現在還在coding 至少前幾年還在coding 然後而且他就是在做一系統領域 一直在一直做 那就是說他的理論啊 實作啊什麼的 就很熟 因為這件事我很想要加入Microsoft 然後那但是呢 對不起 我在這個問題 就 是這個 Behave a question 就答不好 然後注意到這個問題呢 說真的這很難 那但是 你現在開始練 是最好的時機 因為呢 你可以一方面 因為這中間都很痛 就是真的很痛啊 就是會想到 就你什麼都打法都很不好 他沒有 他沒有完美的答案 好 那你現在開始 尤其你在大學時代 開始大學研究時代 開始做這很好 因為你中間可以 你做任何事遇到什麼措施 可以進步下來 那這些東西都可以講 那你說我沒有工作器怎麼辦 你可以有一個實驗室的啊 或是實習的啊 什麼都有 這其實蠻關鍵的 而且就算是說呢 你就算之後呢 加入另外一家公司 可能台灣的公司 那遇到什麼中間問題 也可以照這種方式去寫 很難講你哪一天 會因為你的open source貢獻 或是因為被其他列印童 或是公司因為其他你的動態 注意到你 然後因為說呢 這個準備時間都不多 真的遇到呢 大概就一個月 就要把這件事做好 我那時候太 我覺得我那時候太 太天真了 難硬 太天真了 覺得說面試寫那些程式 做得還不錯 人家對我是 給我蠻多正面的請假 而且其實至少 將近20年前熟悉Windows 熟悉Windows 熟悉Windows 對Microsoft Windows是有幫助的 因為他們自己也想要搞清楚 要怎麼從這邊拿到一些好處 好 那所以我希望告訴你 希望給大家提醒 這件事是超級重要的 好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有這麼樣的課程 除了這以外的話呢 那請你搭配看接下來的 好 就是這也是我之前教過的學生 好 那就是跟你講說呢 他這個中心做了什麼事啊 好 然後你要搞清楚兩個東西啊 一個叫Resume 好 注意到這是法語 所以那個重音在後面好 Resume 好 不是CV CV就是一個有點像流水障 好 比方說 我現在是什麼 我現在是一個 在學校教書 然後發表了什麼論文 然後做什麼研究 這就是CV 但是Resume是什麼 Resume是 就是我就是要一個跟公司高注關聯 好 然後最好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我這個直圈 你是不是一個counterparts 就是可以 我有個直圈 對不對 This is This is 直圈 This is 你在這個直圈 所以你應該要是這個 Resume 好 那所以呢 這個你可以看他的討論 然後 就是我的樂趣在這裡 就是 就是去給大家墊墊墊墊墊 然後讓你成為一個更好的人 然後他中間也 也蠻好的就是去寫 所以我也希望說 我們開這個課 你會發現沒有這個教材 說真的沒有教材是正常的 然後但是因為現在問題很亂 我也希望開這個課 透過大家的力量去把它整合 那哪一天你遇到了一個好的公司 到了一個理想中的好公司 那你就可以多寫一些這些經驗 可以幫助別人 那我想這個是最寶貴的 我花時間在各位身上 就是每次花時間在身上 我都很對不起我的家人 尤其我老婆 老婆小孩其實 我花在學生身上 這時間比 花在老婆的時間身上 再多啊 但是呢 呃 就是 我希望可以有一個 有一個 對各位會有幫助 好 然後 那底下呢 底下有幾個面試呢 就是因為現在這邊有錄影 所以這個 有的不能講太明白 就是有些題目的是 聯發課的必考題 聯發課的必考題呢 在哪裡呢 直接跟你講在哪裡 你們想知道對不對 聯發課的必考題呢 那在 我看看 好 這畫面都看到這個 這個就是聯發課必考題的形式 就是注意到形式 那這會可能會有些變化 好 比方說變化是什麼 其實比方說 叫你介紹 virtual memory 然後幫你說它的這個 cache 然後這個 介紹說它那個什麼 不同的這個 比方說現在會到 然後去 uncommon 按照五個 五個 label的 五個 label 的那個訊息 buttons 鬥就做什麼事 那以及如果說法 一般的話 K個 label K個 label K個 label 的訊息會做什麼事 然後再來是說呢 像聯發課會在意 就是說 如果你已經有開發過 的經驗 他會去說 你有沒有接觸過DMA 不是DNA DMA Direct Memory Access 或者是舉例,最好是舉一個真實的例子 告訴說,這個東西的 真實的東西,它的DMA傳出是怎麼做 然後注意到,在聯發科技來講的話 有蠻多問題的問題跟作業系統 機關鍵問題 除了這以外,像程式語言的話也會有 聯發科的話,主要是C語言跟C++ 有一部分是有Java 但它的Java不是用那種很多套件的Java 因為它的Java是Android的Firmwork 那邊也是用Java寫的 所以它比較重視的是JavaFirmwork的設計 甚至改進JavaFirmwork 很多人寫Java是用一些hypernelas Spring種子來寫,用堆積的 但是它來講的話更在意就是 Android的Java是怎樣 很像Java,又不是真正的Java 就是Google牌的Java 尤其在手機的穩定性來講的話 有很多問題都出來Java Java的Concurrency Java的一些機體管理的問題 這些東西都要去涵蓋 好,那這個我們之後上課的時候 會花更多時間來跟大家講這個 然後還有像這個面試心得 所以我希望因為這門課的開設這些課 然後因為我的投入時間可以有更多這樣的東西 因為這樣東西說真的可以幫助很多人 然後說真的像這個同學我也覺得很好 就是像這個同學說真的 他一開始如果只看大學部的話 你可能說,什麼是情誼課打? 注意到情誼課打是國立 情誼課打是國立 很多同學說,這什麼學校國立 然後更酷的地方是這個學校以前是私立 他以前是私立後來變國立 這什麼事件 總之就是好像看起來沒什麼特別 他好不容易考到成大奠基 但是發生什麼問題就很大 因為你幹嘛 所以這個 這樣 腳椅 發現問題解決問題 對 相親 所以你看 最好不要是為了去拿offer 或是練功才去面試 就是 你要搞清楚這個 最好是我的策略 希望各位同學不要亂搶打鳥 聚焦在拿幾個面試 其實說將心比心 如果是這間公司的主管 你也不希望被拿來 拿來當練習題 你將心比心 對不對 你也不想要這樣 而且很多人就很 就是要拒絕不拒絕講不清楚 結果一下子說 我可能沒辦法去面試 他說不好意思 我可不可以繼續去面試 很煩耶 你懂的是吧 將心比心如果你是主管 你想想 因為你是主管 你通常不是直接決定那個什麼 你不是直接決定那個預算的人 你上面還有一個主管 或是還有一個主管 你懂意思嗎 往往的面試的人 就是找人那個中間 可能是中階主管 或是低階主管 其實他很多決策是不能做的 所以你看 如果一個名額被人家佔掉了 那個就是 你知道嗎 對公司來講 一個名額被佔掉 就不能再申請名額了 結果這個人最後不來 而且可能在報到當天 不來 你想扁下去人 然後 你懂嗎 所以 將心比心 所以 請你儘可能用公司的觀點去做 所以我們今天上課其實也是講這個 然後 也是會有這種怪怪的題目 公司請來 這個東西都要練 你千萬不要覺得這個東西有點無聊 這都要練 練得到講超熟 表忠你問我說 幽靈在哪裡 你就不能 我就不能直接寫寫程式設計 要故作懸虛 因為人家可能已經知道我寫程式 寫程式還可以 我就故意不要說我寫程式 我說 我還故意講的比較怪怪的話 比如說 我認為在台灣 比有優秀的工程師 比有優秀的軟體工程師 應該有1000位 喔 對不對 然後你說 但是 這些工程師呢 他其實 多數說 只能聚焦在一個事情上 但是我認為說我的優點是怎樣 有一個比較廣的視野 所以比方說 你如果要叫我同時 看Linus 看Windows 看程式語言 看這些框架 或是說從硬體的設計 軟體的設計 編繫器設計 我的廣度是還可以的 所以其實 我跟其他人差異在哪裡 就是在廣度上 但是如果你要叫我鑽深度的話 還可以 深度的地方 這裡 1 2 3 4 喔對 還有你的手機 打開自由軟體 Open Source的 那你注意看 滑了一段時間就會看到我的名字 所以這裡 然後後面還講 喔這沒什麼好提的 就是我想工程師 大家都這樣 對 就是這種話呢 就要練 然後 還會問到這種 就是台灣 台灣公司很喜歡問這問題 這問題很垃圾 就是跟那個behavior 那不一樣啊 不要搞錯啊 這個就為了問問題而問了 注意到人家問那個 這還是有差別啊 你看喔 就是behavior 那個 behavior question 這個難的地方是什麼 你如果注意看喔 他這個壓力處理呢 你看喔 你可以注意看喔 就是什麼呢 他會跟你講說呢 他會強調一個 pressure 然後會跟你講說呢 這個東西呢 像什麼dayline啊 或是什麼 會一些什麼衝突的啊 或是一個環境啊 或是讓人家覺得不舒服的啊 還有一個什麼的 面對挑戰這種 所以你看喔 他問的是這個 或是讓你覺得開心啊 或是讓你覺得 就是你最近一些成就 那但是這個問題 其實這些問題是對的 就是它是有一個敘事邏輯 有一個前後的觀點 而且你要回答這些問題 你必須要什麼 就算編 你要一整套編 你不能只編一部分 但是呢 你知道台灣無動公司 就喜歡問這問題 這問題說真的很 很垃圾啊 我覺得我很不喜歡這問題啊 然後因為這問題說呢 就是為了問問題而問 那注意到呢 因為有時候 念事到後來 因為你要知道 絕大多數台灣的主管 他是不會花時間在準備面試的 因為要做實在太多了 你是學生當然很難理解 但是已經在工作的朋友 應該可以理解 就是絕大多數的人在 在做一個主管面試別人 做一個interviewer 說真的沒有太多時間去看你表 也是當天看的啦 不要騙我啊 就是當天才把全部都看完 你比多 像我一樣 再把這個人的碩士論文看完 那已經很厲害了 已經比很多主管強了 很多主管還做不到這件事 連download他的論文都沒有做 那 那所以問這個問題呢 什麼 讓你最挫折的 這是為了拖時間 那為了拖時間呢 這時候呢 你不能直接回答 挫折 你要去推銷 推銷自己 尤其像前面如果問題沒有答好 比如說前面如果問到什麼 Java framework的問題沒有答好 那就順便回答這個 就是找一個方式 然後呢 所以你要很順暢的回答 那你說我口才不好怎麼辦 其實說真的 你看我講課等到現在 我講好多年 其實口才是不好 但是就是有人付錢給我講 對不對 這OK 關鍵的地方是什麼 就是想清楚 人家想聽什麼 然後呢 有些時候呢 你知道他的動機 像這個動機就是打法時間 多數的時候 問這個問題都是打法時間 那你就是想辦法把之前沒有講完 或是之前 尤其在面試的時候 有些主管他堅持幾件 他堅持說 比方說 堅持說 喔那個紅黑數 紅黑數的那個 它是那個什麼 insert跟delete 是那個 時間複雜度是 big o log n 他說 喔這個東西是最好的 但是其實 問題是前面還有一個係數 你不知道這個前面數值是多少 他說 這是最好的 就是堅持跟你講這個 好 那你就可以在那邊為我來講 好 我很多時候呢 你就不要講主管 他說 我跟指導教授分子跟資深工程師討論的時候 有些像這種問題 沒辦法討論 因為光看實驗複雜度是不夠的 又沒有要考慮到cash 要考慮到computer architecture 反正就是 就是要 轉移 去註於你 因為他是 他是怎樣 他是 打發時間問題 你就要什麼 打發慈悲的 用什麼 認真的去回答他 就是有一些這種策略 然後呢 像這種東西說真的 這個很煩 就是 我做的事情是這樣 對不對 就是幹嘛 就是去 去做 那當然為什麼這門課 為什麼沒有錄影 因為偶爾要講些公司八卦 你懂啊 就是公司情報 情報就跟八卦是沒有什麼兩樣的 好 那所以總之呢 那我希望呢 你在這門課 可以獲得一些 起發 那 那 一定有同學會好奇啊 就是說那怎麼去參與呢 就是成大同學的話 就是 基本上你有加簽 我就跟你拿簽 但是請注意到就是 這門課有一定的難度 就是我們上課會叫你刷D code 那就算上課不刷D code 下課後還是會叫你刷D code 而且還叫你錄影 錄起來 對方也懷疑 有些同學可能不習慣這件事 就是我會要求錄影 就是一邊刷D code 一邊錄字 而且最酷的地方是 我們會當場播放出來 就是你可以不用露臉的嘛 就是至少畫面要錄起來 聲音要錄起來 甚至去叫同學去評論你的表現 然後這門課呢 模擬面試的時候呢 我會用代名 就是每個同學會給一個畫名 就是我在跟助教討論說要怎麼處理 就是像我們過去的做法就是 你可以取一個名字 比方說叫小花啦 小豆啦 或是小美啦 之類的 反正就是一個畫名 然後呢 你的錄影也可以不用寫真的 就是比方說你是成大 你可以故意寫說 比方說寫一個什麼 高音大之類的 或者寫一個交大 就是你認為你應該是怎樣 你可以稍微寫一個不一樣的 不要差太多啦 成大你就不能寫那個什麼 就不能寫負擔 那差太多了 好 所以我們在這個 會有一個進行 所以我預計呢 應該還會有再一次的說明 這次呢 主要是說明這個課程的 測程的 就是一些大概的想法 但是至於怎麼做呢 我們還有 還會有下一次的介紹 也就是說 我們在9月28號之前 除了這一次的課程說明 還有實際執行的方式 那到時候我們就會交代說 旁邊的同學 或是已經在工作的朋友們 怎麼去參加 好吧 希望感謝大家 掰掰 掰掰啦